曲名字幕- 清晰 《添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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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今天教不了你们赢冠军 不过我今天尝试教你们不要输 最少不要输阵 最基本要做些什么 要怎样去思考 如何承受的问题 试一下了解这方面 赢的那些 就会找专家帮助你 好了 我就帮不了你了 我是一些很基本的 希望大家明白一些事情 我今天会有大概 几部份内容 先给大家一些 Social entrepreneur 我六七年前 开始注意社区 吸引我的就是这件事 Every social need is a business opportunity 如果 如果假设 所有社会问题其中一部分 可以变成一些商业机会 就是现在我们在说的这件事 行不行 我希望今天完成 完了整堂 我们中午离开的时候 大家对这件事的体会 多一点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好了 大家可能都未醒 我知道了 不如大家先看看片段 先看这个 好 好 好 我用去爆炸酒 いや 我同样的 金刚 attitudes 吃那个瓶 我都不想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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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科技 印度上有机会 我的同学都知道 他尝试解决什么问题 是 有没有人可以举手回答一下 今天大家聊聊天 当心轻松松一下 你说一下不如 是 他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女生是要解决的问题 没钱 抵电费 的洗衣方法 很麻烦 对了 好再说 怎样麻烦法呢 他怎样麻烦法 你说一下 要很多水 原本洗衣方说有很多水 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他要怎样洗衣服 就是他平时 即在乡村里面 他要去 现在轻松一点洗衣 对了 我一会儿 要大家帮帮忙 今天 social innovation 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不用读了一个 course 一个program 才懂得的 我经常都说很简单 懂得问问题 这一点大了一点 不好意思 问题问得对 你自然答问题答得对 但是 你现在开始在想哪一个问题 去做social issues的时候 你要懂得问得对的问题 好了 再有没有同学 再试试一下 刚才那个女孩 发明了一个 踩单车洗衣机 她那个 问题是什么 刚才说了很多 很接近的 如果不用这部机 她要怎样洗衣 河边洗 即是要抬着衣服 每天顶着头裹 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 走到很远 可能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再回来 其实她的问题是什么 她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 懒而已 对吧 对吧 就是差不多 她不想那么远去洗衣 对吧 她想到解决方法是什么 是什么 感叹好 解决方法是什么 一部脚踏的洗衣机 你说是省电 省电 为什么我觉得 不完全适合 因为她原本 去河边洗 要不要用电 也不用 为什么她要说 其实现在都很省电 她跟谁说的 这句话 跟她爸爸说 爸爸让你在家 吵圈巴闭 那部机器很吵 让她做这件事 她要怎样 这些是企业要做的事情 想方法 将旁边的人摆平 不要吵我 妈妈 我不是没有收入 我现在有些收入 就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她说 妈妈 其实我这里很省电 妈妈说是省电 她不想想 原本也不用电 你明白吗 做到社交业 要用一些方法 将其他人摆平 但是你要问 根本地 如果你的问号 现在写是解决 省电这个问题 就错了 她不是 她是解决一个 她懒 一个省力的方法 去洗她的衣服 Solution 就是一步 她不用离开 就在这里 把把水放进去 她就拆开拆开 就解决了 行不行 问得对问题 就答得对 感叹好 我知道 我说得不太动听 想不想看多一条片 想的请举手 觉得我说得不动听的举手 即不是 ok 这样也好些 好了 这条更厉害 你开始问不问好 和感叹好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跟你说 你看社企的故事就行 你上网搜索社企业 全世界各地 你看看他们有什么背景 是什么人都可以 先不要 这些东西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借口 他当然了 他是年三的 不知道哪间学校的BBA 他们是什么Global Business Sorry 你们可能有 但我意思是 你们不一定在赢 很多其他人 你看看过往赢的那些 都是可以不同的背景 先不要输了个阵 每个人都可以 阿伯都可以 你不要被藉口自己 这是第一步 他的问号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举手回答一下 是 不想等船 好 有没有其他原因 这个是很明显的 有没有其他原因 再问一下 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 好 接着想想solutions 不要不急 慢慢来 有阶段性的 要先想想想想 你又说一下 想快点见他老婆 想快点见他老婆 就是了 不想等船 是他的问号在于 一个form 即是他的physically 他想解决的一件 physical 问题 但是 他会有个passion 去真的将这个东西 打出来 想了很多东西 你以为他试了多不多次 当然试了很多次 你想到一部水陆两用的单车 一个阿伯可以做出来 他的铁皮打了多少次 他用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读Engine同学在那里 立刻不敢认 有没有想过他怎样发明 我没有问过我的同学 你回答一下 你觉得他怎样做到这件事 里面的架构是怎样的 你的车 箱在这边 看到有两个箱 箱里面有什么 你猜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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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太空总处发明的 一个超轻的物体 不是 很明显 是什么 可能是在印度街头 都找到的 法宝胶 可能是 我不敢说 我没看过 但我尝试拆解他 如何做到这件事 而且他的鱼 他踩的时候 在车旁边 有一些叶 可以令他 下海的时候 他在那里做鱼 是吧 这是他想的 但是 做这件事 这么复杂 是要靠 他的爱人 等着他 他老婆叫什么名字 不知为何那些同学 那么流心 连他老婆叫什么名字 都记得 因为你觉得是个人 好玩 所以你在想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idea 如果不够 过瘾到你 连noir也发觉到 那些idea 就丢了 再想过 一个idea 如果不能够 令到你精彩 可以保持这几个月 整天都不睡 又忙到死 都继续去做的话 这个idea 都赢不了 明白的意思吗 你要想一个 你觉得很有趣味性 你觉得可以分身下去 甚至乎 真的说到将来 你在评判面前 不是假装 是呀 这个我们完成了 赢了之后 一定会那二十万拿去 是不是二十万 会拿去做的 即是 因为你觉得真是believe 你才会说得出来 行不行 想到那一步 才行 还有 passion 你为什么会关心那个问题 你不要看他的年纪那么大 他对爱人那种爱意 深厚度是可以令到他发明一部车 他到底可以踩多少次 看到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觉得 我要做这件事 就要去做 好了 麻烦你帮我一路派一些纸 纸 现在开始 抹了你原本想到的idea 你可能已经拿着一个 半成熟的business plan 过来这里 对不起 我们现在是 回头一点 由passion 开始 由那个问号开始 这个问号那么大 或者我给一些时间 给一些空间 可以画这个 那个noir的心 有没有一些问题 你是很关心 关心到 帮忙派 我的同学 麻烦你帮忙帮 Melissa 派 我们的同学 你帮忙派 你帮忙派 想一下有哪一个问题 现在社会上 坊间 身边 不用一定是那些 当然是贫穷问题 当然是这个 不用那么大意想言 都可以的 想一些问题 拿一张纸 写个问号出来 到底 究竟我对哪个问题 是的 很关心 一些事情 可能身边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你公公婆婆的事情 或者你爸爸妈妈的事情 或者你身边 以前的同学仔的事情 想一下哪一个问题 纯粹写个问题 用个问号写 写个问号在这边 然后写你关心的问题 越简短越好 想一下根源的问题 但是很清楚地说一下 懂得写个问号 你自然想到感叹号很好 行不行 我今天会详细再讲解 今天很简单 我只是讲问号和感叹号 两件事 好 我给大家30秒 当然你觉得 如果你想到一个想法 觉得很好 想用那个方向写是可以的 但是重新再想 你自己个人的 不用跟隔离商量 你想一下 我自己关心的问题 是什么 我这样我给大家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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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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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知道要找哪些人幫忙 這個問題其實… 因為我自己經常都很掛念他們 好像會擔心他們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想解決的問題 嗯…好 這個…給點掌聲的同學 真的從心裡發出來 剛才各位都需要了 他們吃了這麼多廚餘 是不是 好了 先問一個女同學 有沒有這個女同學自己可以舉手說一下 不如你吧 你剛才在唸她出來 是不是 正好 來 我最關心的問題是 我平時在街上見到很多公公婆婆 很老人家 不過他們在採採廢紙 然後很重地推或者採採揹 很重很重的那些紙板 那我就很想關心 他們平時的生活狀況是怎樣 他們住在哪裡 然後他們的子女去了哪裡 為什麼不理他們 那政府有什麼資助 就是給他們最低 有什麼保障給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狀況 就是他們家裡是怎樣的 那平時他們吃東西煮東西又怎樣 他們每一個月賣這些紙板 出這麼多力 會賺到多少錢 然後為什麼他們年輕的時候 做過什麼 是自己遇到什麼困難 令到他現在發展到這樣的情況 還是因為他以前讀書的時候沒有努力 或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通常媽媽這麼救 你不努力就像這樣做乞丐 是不是那些 我就很想了解他們的背景 還有現在的狀況 就是我都想幫助他們沒有這麼辛苦的生活 嗯 好 好 多謝這位同學 那從這裡開始 你們有見過撿紙皮的那些婆婆 是嗎 為什麼 有沒有問過為什麼 有沒有讀社工或者了解過 你是不是了解一些 你覺得呢 你猜是什麼問題 他們不夠生活費用 然後也很想幫忙一下家 就是不想做家人 對 不想家人 為什麼不想家人這麼擔心他呢 說一下 各位 國書記見 我真的沒有訪問過 我只是猜的 你猜呢 可能子女自己的生活 子女自己的生活 可能自己賺錢也不夠 自己賺錢也不夠 是嗎 有可能的 有些可能沒有子女的 是嗎 那為什麼他要賺生活費呢 他不可以就拿中緣 是嗎 為什麼不可以拿中緣呢 蛤 不懂 真的有可能 真的聽過那些個案 有機會是不懂的 還有呢 麻煩 是的 還有呢 可能 我猜一下 有些可能拿中緣 因為他要填一張壞兒子 叫兒子說不照顧他 他才可以拿到 這是其中一個屏障 是嗎 又有可能是怎樣 可能是他有套餐 是的 這個就是他有套餐 你有間房子的話 他就不可以拿中緣 是嗎 但那間房子的牆是不可以咬來吃的 是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些其實是其中一種最大的問題 我不詳細說下去 因為我想大家 從這個問題當中 這個是問題最出的類型 是最令到你可能很感動 那滴眼淚 不過呢 將那滴眼淚吸收回頭 我們現在要實實地看看 怎樣解決問題的時候 要保持冷靜 停一停 繼續問問題 這個問題呢 裡面很多蟲 是很不同的 你要像剝招皮一樣 慢慢一層一層 把問號真的找出來 問號在裡面你還未找到 你先不要那麼快去想想想想 當問題還未問得好的話 我想我有兩個麥克風 你再去繼續說的時候 去解決問題 你已經立即說 喂 外婆不夠力 我們找一些大力士一起 跑手來幫她的手推車 就是 解不解決到的問題 我這樣問解是解決不了 那我們應該解決什麼呢 我立即問 我說的話就覺得很容易 但實際上情況就是 看business case 每個人都會成功 是呀 那些是呀 真的是這樣 但當你想想你就知道難 我先問問同學 怎樣解決那個婆婆的問題 你先回答一下 就是加生過金 加生過金 你是不是試試練習的 加生過金是否一個 solution 是呀 也是 是嗎 就是給它起碼多些 operating money 可以 support 到 是嗎 好 今天呢 我要不解決這些答案 因為這些答案呢 解決的動作不是你 你那裡最厲害的都是去示威 你解決不了的 你要等政府做 我們社會企業就是希望不要等政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有些什麼我們自己民間可以做的 再想 好 我又再問你 你不要以為那個關係 如果假設我要你想 不是去加生過金 你有什麼辦法幫那個婆婆先 可能好像是明哥那樣派飯 明哥派飯 可以呀 他怎樣派飯 他可以免費派一個飯 他已經推銷了一日子皮 可能那天剛剛腰酸背痛 他有頂一頂一個飯 今天休息一天 就算一星期只有一個飯盒也好 他那一早可以休息 但我告訴你他不會休息 因為他有一天休息了代表什麼 知道嗎 那些紙皮會被隔壁拿掉 他們每天很辛苦都要去 因為是霸佔地頭 知道嗎 是這樣的 所以你 為何我會知道 其實我沒有學會 但你要聽多一點 有時甚至乎如果你真的關心 我意思的假設是 如果你真的關心那個問題 不是純粹為了參加比賽贏的比賽 你真的關心那個問題 你下去看 花你半天的時間 你下去看 你親身感受過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看看窮富翁大作戰 不是做show 有部份做show 感受完之後 你的感覺是不同了 我可以跟你說 很真確的這件事 假設 如果你真的有心去探索的話 繼續去試想這件事 派飯可以就這樣派 現在最新的名歌 有些叫代用卷 卷有沒有聽過 他其實抄美國 一些不是美國 世界各地都有 有些叫 suspended coffee 他有一些咖啡室 現在你走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 我要買兩杯咖啡在那裡喝的 另外買三杯代用卷的咖啡 他就兩杯給你喝 可能會好喝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你好心 另外三杯他就掛在牆上 下一刻 有個露宿者走進來 有個婆婆 推得很辛苦 走進她的咖啡室 請問今天有沒有代用咖啡 她說這裡有一杯 你拿下來 就給你一杯喝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pay it forward 或者是代用的意思 suspended 就是說如果有些人 已經好心地 他不介意給多一份的 就有人享用了 這件事的好處 就是給 不是說明哥不好心 但是明哥可以將他的好心 更加廣發出去 他自己繼續送一百個飯盒 但是勉強了 坊間有二三百個飯盒 可以再多了 行不行 這就是感嘆號不同的地方 當你不僅停留在問號 你再想多一步 可能已經不同了 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已經覺得自己 去完廁所 沖完廁出來之後 覺得有條絕招 想真點 可能是屎招 不是 再想多一步 看看會不會在那個感嘆號之邊 再加多點東西 再加多一步 想多一步 可能已經不同了 知不知道 是要這樣想下去 行不行 我大概說了 問號和感嘆號 現在將這張紙 和旁邊的位置換去 是的 他看不明白 很明顯 你解釋給他聽 但是他要負責 在這張紙後面 寫一個感嘆號 寫一個solution出來 如果真的不夠 寫在後面的話 就拿個第二張紙 問一下旁邊 你的字是什麼 你那個是不是中文字 你那個是不是日文 你問一下 你們可以一起聊 如果你喜歡 和旁邊換一下 那些女生 不要不理會男生 他們沒有惡意的 他們最多都是想拿電話 那些女生 你不就給他 不要害羞了 你喜歡選一個漂亮一點 你自己走去另一個位 三個大家互相交換 好 有哪位想完 覺得 嘩 那條絕招來的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你想收起來 可能不怕被人知道 有誰想了這些 想想 可以 真的可以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 沒有 還是我要 看看 有些坐最後的 不好意思 我最喜歡問最後那行的人 他們選了這些位 他們有些特別的東西 他們一定是 收了很多資料 自己躲起來 好像收起來 不想被人知道 你們選錯位了 很明顯 是 先說這條絕招聽一下 你 說一下 你 那個問題是甚麼 你用甚麼感嘆 解決它 我自己的問題就是 社會上現在很多人都有很多壓力 例如在學業上 工作上 很多壓力 類似很多的地方 我們 剛才談過的 就是 如何舒緩壓力 可能舉辦一些活動 輕鬆一點的 令他們都有一刻的 覺得舒緩 舒緩 跟他們 一起活動的 朋友 都可以互相傾訴 可以互相幫助 是甚麼活動 家事香港 這個 為甚麼你笑 還在想 還在想 是 如果現在立刻想 例如是甚麼 舞蹈 舞蹈 是 狂舞派 你 是 順便 那張是 打工仔狠新路 打工仔狠新路 是的 我原本有想過 其實老闆那個人都想做 但其實很難給你一筆錢 或者很難給你一個想法 你去實現這件事 唯一我覺得 解決到他們的新路 就是一個途徑給他們發洩 給他們發洩 就是把老闆綁住給他們 我們的意思是 可能是 我們可能有間房 是負責給他們 發洩一件事 那 就是好像外國 是 就是好像 但是 但是外國就收貴很多 就是有一間房 給他們任打任出氣 打甚麼 家事 或者是 打的家事 是的 就是有一個房 是有一間設計的 當然有家事有性 他可以任發洩 整爛了任何所有的東西 哇 這個很爆笑 哇 這麼暴力的 看你的弱質籤籤 看不出來 這個 挺有趣的 這位先生 不如你說一下 你拿了一張甚麼 你想了些甚麼 我想 主要是 那些製作品 那些食物 越來越貴 是的 那麼貴 有甚麼解決方法呢 做便宜它 這樣 暫時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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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訂購吧 有沒有哪位有解決方法 那些食物很貴 那怎麼辦 什麼 霸買逼他們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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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是寫文靈的朋友 也是 迫到自己沒有東西吃 還要 OK 我們就由這裏開始 我們這堂正式開始了 好嗎 希望大家由這一刻開始 用一種思維模式 最少嘗試探索一下感嘆好 暫時把寫文連的身份放下 你要你自己做特首 你可以做甚麼呢 你可以怎樣解決問題呢 不要停留在政府那樣 喂 窮人有這麼多個 我們要六千元一人 六千元便可以 不要這麼簡單化的問題 想想 剛才說的婆婆的思維 你要進入她的身邊 你做她的子女 去看一下 究竟她有甚麼問題 開始 好不好 好 今天我們大概有幾部份 第一部份 我會講一些關於社會企業 你們應該知道很多 我會再重複大家 了解一下 究竟社會企業是甚麼事 第二 我們自己有一個模特兒 是說 社會企業 大概剛才也聽過一些 有個程序流程 我會有四部曲 今天嘗試和大家探索一下 不是金科玉律 不過當作一個方法論 大家可以知道 原來有幾個部曲 是要關注要注意的 最後我們會進入貧窮 今天我們要用貧窮 用了一個主線 但不代表你一定要做貧窮 但我們用貧窮來做 試想想想 不如大家一次定一下 嘗試用一個workshop 去思考這件事 好嗎 關於這個agenda 有沒有甚麼問題 沒有找人動議 找人和議 我們先通過它 好嗎 好 謝謝 Social Ventures Hong Kong 我們由2007年開始 我們用了一種model 叫Ventury Philanthropy 大概不用理會 當作投資商業的手法 去解決社會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有四百多個不同的義工 你沒有聽過我們的可能 但你可能有聽過這些projects 鑽的 Green Monday 黑暗鐘對話 我們一起合作做一個concert in the dark 要有光 有一個叫光訪項目 Happy Granny 是一個助養長者概念 這是其中一個award winning 幾年前我們慢慢把它incuby成功出來的 這些都是我們的項目 有某幾個我待會會當作案例和大家講解 有沒有聽過有人去北極馬拉松 其實是一個Green Monday的活動 我們除了梁烈惠 除了陳佩儀 除了陳佩儀 我們找了很多celebrities 包括麗明 看到嗎 麗明 去了那裡 你們知道嗎 麗明也去了嗎 沒有聽過嗎 其實只是開玩笑 這個是我來的 因為人們說像 我不是說像 那些人為什麼要笑成這樣 我跑馬拉松跑了十幾年 那些同學都知道我喜歡用跑步說一些社會企業的事情 因為說四季大家會睡覺 說跑步大家不知道為什麼不睡覺 我就會夾雜一些內容 大家在星期六之後就輕鬆一點 我在北極馬拉松之前 去年四月份我去了一個叫歌壁沙漠 跑了一個叫高邊march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是250公里 跑七天 頭四天好像一個四十公里每天 第五第六天就連續八十公里 就是跑了四個馬拉松頭四天 然後第五第六天就跑過危行者 最後再加一個十幾公斤之類 全部要揹上自己的東西 他就是給了一個cam 就是給了一些水中間給你 其他東西就揹在身上 我們練習的時候 差不多要揹著那個重量 大概是十幾公斤 即兩包米 我練習的時候真的揹著兩包米 在香港周圍繞 試過在尖沙咀五支期間 走上深圳 原來只有七十幾公里 香港是很小的 都未夠他們一半的距離 我一會兒講一下沙漠給大家聽 對我來說 去完這些沙漠 北極 我覺得某程度上 香港也是一個很extreme的地方 比賽開始 每人都懷著不同的目標 有些人想贏 就像你們這裏一樣 有些人說 我是Global Business 對不起 又說了你們 我一定贏你們 但有些人說 我只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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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你想想家裏面的人 每個人都有一個 price tag 在頭上 這個人 不知多少十萬個美金 那個人不知多少百萬美金 每個人都有個價 大家都在比賽中 為什麼我喜歡長跑 因為我覺得長跑公平一點 每個人跑到終點都是冠軍 我發現原來我沒有一個 clicker 是不是 如果有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走回來 我先幫我看看 Sorry 但是你看看這個人 中間那個 他不會開心 雖然他已經有個泳池 但是我經常都說 因為他旁邊的人 泳池比較大 他不敢請他來家 他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令我想回很多 這幾年 究竟我們現在的世界 為什麼全部都是長跑 不是短跑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混亂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同感 寫文言的朋友 當然是很贊同 現在立刻上奧 會有衝動走出來 這裡很混亂 我意思是當有錢人死了之後 他們爭產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間大屋都不開心 我去過一些slum的地方 最有錢的人 拿了錢之後 剩下很多這些地方 沒有人理會 就算引渡 這個slum的旁邊 就是很有錢的屋 但是這個裡面的人 很有趣 他們又不會 我見過真的有個小女兒 我走到slum裡面之後 她看著我笑 那一刻令到我覺得 哇 這個世界是什麼 因為她出生在那裡 她不知道什麼叫大屋 她從來沒有去過 那究竟我們在想什麼呢 當最有錢的人 拿了2% 2%的人 拿了50%的global wealth 就創造了很多我們的問題 剛才說的紙皮問題 只是冰山一角 很多很多人 是因為有些人 maximize 我們現在這種資本主義模式 是令到我們造就了很多社會問題出來 是越來越複雜 這個我們不得不成現 真是紙皮 就在這裡 在美麗的夜景後面 我們要掩藏著很多這些問題 我們有最好的食物 但就像剛才那位同學 食物吃得很多 廚餘放在肚子裡很不行 所以吃不吃 我們每天剩下多少廚餘 是折舵到一個 我覺得我們下一代有些問題 如果說積福的立場看 我們是很折舵的 有些人叫到整桌都是 每樣試一點點 但有沒有想過 現在全球70億人 有10億人餓死 是不夠食 我們城市人不知道 我們每天就是不停不停供應 一些食物給我們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美食天堂 我們說最好的服務 婆婆正在推車制 這就是那張照片 我們怎樣對我們 underprivileged的人 subsidized nursing home 老人院我們經常都說 平均要等三年 可能一定不行 資助的院舍 有三分之一的隊 天生排排就會消失了 自然消失了 因為等不到 死那一刻也不能進去 排上樓 原本說三年 現在已經是不行了 很多個案 告訴我們 四年五年 如果去天水圍就可以了 那天水圍我怎麼做事呢 我正在上班 我正在上班 我正在上太子的飲食 做點心 四時五時要起床 我怎樣去天水圍上班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 我們怎樣解決 我們這些underprivileged的問題 講屋更離譜 農屋 板間房 劏房 這些是指的嗎 最新聽過的 有些叫棺材房 有沒有聽過 我們有個社工朋友跟我說 他說在某個地方看到 是一格一格 一間屋裡面 那個有多少層房 我以為是三層 已經很厲害了 可以有四層 是四格 他說不是四格 是四乘五 是四格 一個打直 然後橫有五排 每個人只可以鑽進去睡 是這樣的 但我們的租值還在升 有些就算是想住這些 那一格是多少錢 一千多元都要 他可能都快沒得住 現在我們一規管各樣東西 其實屋是很大的問題 輪椅 出門 不方便 我們說有很好的education system 但很多小孩 在比較underprivileged的環境下 他很難有自己的動力 再續下去 我想大家 這幾張照片 由問號開始 再想什麼都可以 你心裡面要關心的問題 你才能再想下去 如果你是純粹想贏的話 很容易 不用上課就可以 但我希望 藉這個機會 幫自己想想 idea 是一件事 想想這個社會有什麼問題 上司切入去 深入了解一下 用這個機會 很多數字 你們自己慢慢會search到 講堅尼係數 貧富的差距 香港有個排名 我們排第幾個 知不知 貧富差距 堅尼係數 香港排第幾個 猜一下 頭五位 柱兒同學 不是 姓氏同學 頭三名 好 還有沒有 鏡頭 第三名一次 你講 第一名 第一名 我們第一名了很多年 好像去年數字 就是被新加坡過頭 我們又輸了給他 真的 他們真的厲害 所有想競爭排名的人 都會有這些問題 貧富差距不是香港獨有 全世界都有 但香港在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當中 我們全世界排第幾個好多年 這是我們值得恥辱的事情 北極 去到甚麼都沒有 嘩 想找一隻動物看看都沒有 圍著一個跑船馬 我們要圍著九個圈跑 因為 要回到露宿裏補給 因為是零下三十度 你拿水出去 五分鐘不用就結冰 所以你喝不到 一定要回去補充 然後你一邊跑會出汗 你穿著幾層 類型的衣服 兩三層會出汗 但不可以出汗 出汗會結冰 結了冰就會有低溫症 所以有時候人們會不斷換衣服 或者你保持著跑 就是這樣跑 我就跑了七個小時 就完成了一個全馬 梁烈維就跑了十一個小時 他當然比我慢 因為我是黎明 這就是我們跑步的經歷 沙漠日頭三十度 對不起四十度 夜晚 太陽下山之後 就變成三度 半個小時之內 所以你馬上拿著很多衣服 你都要馬上穿上身 如果去逛夜晚的時候 那 哥壁沙漠跟薩哈拉不相同 它還有很多山 沙化當中 因為它上落很多 有些山高到你要 像 Rock Skating 這樣鏟下去 一會兒再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上上落落很多 要間水 不是因為型 因為你不能濕腳 濕了腳會生很多水泡 我經常問同學 有些同學聽過 一隻腳掌可以生多少水泡 一隻腳掌可以生 你有沒有生過水泡 沒有生過 你走山你就知道了 即是會腫了出來 裡面刺穿了 會有水飆出來的 那些 很恐怖 一隻腳掌可以生多少粒 你猜得 當然水泡有大有小 你猜一下 你這麼開心 你生過 你生過 我洗澡洗得久 你生過 我洗澡洗得久 洗澡洗得久 洗澡就生水泡 你覺得可以生多少粒 一隻腳掌 可以生完 可以生完的話 是無限 十六粒 那次有人說 我一隻腳掌有十六粒 每天回去 我們要刺穿水泡 又要把水泡貼上去 有很多處理 這是必然的 它有很多製品 叫你戴的 其中有一個叫做 Blister Kit 它因為越來一定會生水泡 你要帶來處理 又要消毒 刺穿 要封一些東西 各樣東西都要做 所以濕水更麻煩 這裏走到海拔三千米 逛逛逛逛 有些人有幻覺 因為太高 缺氧之類 有個蘇格蘭人 在那裏跌了下來跌穿頭 那就是他 那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因為每次 rock skating 產落山的時候 其實沙漠是沒有什麼植物 很少的 有些什麼植物 有些什麼植物 仙人獎 它不是到處生的 是每次只生 是你跌下來 產落去 按下去那個位置 是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產落去 就像卡通片一樣 整隻手掌 二十幾粒 晚上回去 就慢慢跳出來 有一次有個男人說 我不會跳 你幫我跳 拿著手掌 我幫你跳 旁邊好像很浪漫 那些人鬼情味料的音樂出來 那什麼人會選擇做這些事呢 比賽開跑 不同人有不同的 purpose 這個叫Brett 澳洲人 他和太太分居了很多年 離婚了很多年 他有個兒子 他和兒子 唯一溝通就是 說運動事情 他是消防員 所以現在他去做很多比賽 我覺得他也是想和兒子 有些親密的感覺 唯一留一件事 他是想和兒子聊 Roberts住香港的 很多年 他是全場最老 七十歲 我見完他之後 我跟自己說 希望我八十歲 還可以去走一次 我想他想證明一些東西 Pamela 走完之後很感動 他是美國人 但大半生他都是瘀走的 是想走癮 有一個美國的organization 叫Run Well 幫他解除毒癮 用跑步 自此之後 他一直跑很多的比賽 為了這個組織籌款 亦都告訴多些人 就算你是有人 有做什麼的人都好 你有機會重生 這是他的mission 我們有沒有選擇 有 我們參加社民連 我們一定是社民連 對不起 我們可以break the system 其實那幫人 你猜那幫人 你猜是否喜歡香港 我覺得他們是很喜歡香港的人 比某些建制派 為了奶鞋子 但是他們沒有出路 他們感覺很無力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現在 說社會企業 說社會創新 是希望找出路 給大家 用回自己的方法 除了我們等政府 除了complain其他人不做事 不如你自己想想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更多更多的社會企業 現在做一些事情 他們可以改變世界 雖然很小規模 但是他inspire很多人 繼續做這些事情 這些是社會企業 他只會教經濟 他遇到七多年 有個大饑荒 在曼格拉 他回到美國長大 讀書 後來回到曼格拉 建國 教書 七多年 有個大饑荒 到處見到很多死屍 他說 究竟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想捐錢 但我捐得多少 可以幫到多少人 他說 我在這個課堂這麼厲害 在講經濟 經濟對於這些人的生活 有什麼幫助 這是他的問題 有一次他跟村民聊 你們其實在村落有什麼需要 村民說 其實我們也不想靠人 我們可以做些小生意 我們買一些食品回來 我們製造一些食物 賣出去 我們可以做些小生意 但他們沒有資金 買材料也沒有錢 他們問借貴利 越窮的地方越多貴利 誰不知當然是越做越窮 每做一件都再窮些 最後成為了大宇洞的奴隸 後來這個教授就給他們一筆錢 加起來是27元美金 幫了十幾個Families 過了幾個月之後 這班人拿錢 在Professor 的辦公室 說 Professor 這些錢還給我們 我們不要了 他們說 怎麼了 原來這班窮人 透過這筆資金 他們買材料 做食品 賣出去 賺回來的錢 他們已經慢慢累積 可以有個capital 他們自己再有錢 再去買材料 原來這些就是microfinance 微額貸款 或者小額貸款 這個Professor 就說 這不是社會企業的idea 自此之後他用了很多方法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機制要很有趣 他就說 你借一筆錢 我借兩萬元給你 叫你 三年之後 月圓之夜 今天你給我這兩萬元 是很難還得到的 但如果每月星期 我叫你 你給我三十元 我三十元 這樣還 通常都還得到的 這是習慣 還有他group landing 一組五個人去借 在村裡大家有壓力 還有有個會頭 好像月餅會 你不知道什麼叫月餅會 你問一下爸爸回去 這些就是他們用的方法 你要有兩個idea 要有一個方法 慢慢去做出來 最後 他很重要說這件事 我們不要經常停留在一個bird view 好像很高層次看 這個數字那麼多 我們應該要解決多少 用多少錢 這個是政府思維 我們要用一種worm view 是重拆式 慢慢轉入問題 你要走去 他執著 譬如那個婆婆旁邊 跟他推一次車 跟他聊一次 你慢慢了解 才能夠發現的問題 這個professor 放下自己身段 在那些世界的婦女 其實是很不出來 跟那些人聊天 她落著雨 在婦女門口等她出來 跟她聊 問她 你可不可以借錢 去了解她的問題 這些是要進去區才做到的 到最後 microfinance fast forward 三十幾年之後 只在孟加拉 他幫八百幾萬人脫貧 全世界replicate microfinance 這個概念 幫助超過一億人脫貧 這個是microfinance 也都是為何 他會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 他講過 my greatest challenge has been to change the mindset of people mindsets play strange tricks on us we see things the way our minds have instructed our eyes to see 我們被很多我們自己的固有想法迷惑 你想想 今天 她說她現在的microfinance 是專門借錢給一些沒有抵押的人 今天在香港 哪些人可以借到錢 是有抵押的人 看看 哪些人可以借到錢 香港 哪些人可以借到錢 哪些人可以借到錢 或者有很多錢 他就會借給你 為何不借給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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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還 對吧 為何我們要這樣想 窮人一定還不到錢 這是我們的perception 你們已經開始想你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打破一些 不對的想法 一些我們原本固有想著 喂 窮人是爛泥富不上百的 這是我們固有的想法 但未必一定是對的 只要我們用對的方法 去切入 去解決 其實想到一個新的方法 行不行 這是我現在第一步要打破的事情 Nicholas MIT professor 他五十多歲 他離開了正職 他保持著那個Position 但是他說 我想去解決世界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看到一個 叫Digital Divine 這個世界分為兩堆人 一堆鄉村的小孩 一生都見不到一部機 有一堆像我們一樣 我們有幾部電腦 但是當我們講Urbanization 電腦上網 是我們人生的一部份 當這班人從來沒有碰過機器的話 上大之後 他不會得到相當的機會 去幫他脫貧 他發明了這部Machine 叫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 我看他去Demo 他拿著一部機器扔到地上 Blam Free falling Blam 是不會爛的 是waterproof的 又不用training 給個小孩 三個月他就懂得用 很user friendly 他專門設計給鄉村小孩用 他當時十年八載前 已經說一百元美金一部 要很便宜 希望給他一個機會 這是他的Mission Jame Oliver Fifteen 大家聽過可能 他有一間餐廳 Fifteen 意思是可以培訓十五個年青人 可能犯過事 坐過牢 現在重新 去用廚藝去幫他們改變一生 可能你會說十五個 究竟他幫了多少人呢 但是因為他更加多商界的人覺得 原來這班年青人給了機會去玩 可能他可以重新做人 不用一定坐牢 By the way 有五成至六成的這些 坐過牢的年青人 全球的數字差不多 會重犯再入去坐牢 這些是社會成本 因為他出來怎麼辦 他找份工找不到 因為有案底 他們說 家人我媽媽說 你不要回家 不要把麻煩帶回來 不讓他回家 他只能夠找回舊朋友 理所當然 但是這樣之後他就會重犯 再犯回事 但是有一個新的life 他會不同了 而現在更加多年青人 我會覺得 就算他坐牢出來 他會看到 Jame Oliver這種人物 他會覺得 社會上面有這些人 還關心我們 我們都可以堅持著 是一個spirit 我們去為社會建立出來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他們解決海洋的問題 過分捕魚 是海洋生態的最大問題 聽說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現在有些什麼 南瓊吞拿 是不是好吃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吃素了 今年開始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這些 我已經幾年都不吃肉 他說現在大魚 基本上已經沒什麼 捉了很多 現在剩下一些是中魚 中魚可能比較小 超級大的 很多捉了吃光的 那些龍躉都被人釣了出來 給人看的 很恐怖 他們就說 過分捕魚是影響生態很多很多 人類最依賴的其中一個 再生食物鏈就是魚類 所以我們再這樣下去 過了幾十年 可能找不到魚吃 或者是很貴 貴到現在可能是南瓊吞拿 吃普通紅衫魚 吃南瓊吞拿 都不出奇 好 我們去跟那些捕魚的人說 你不要捉那麼多魚 你這樣捉魚 我們會不會的 人類 他坐不坐你 他說不是 我是社會企業 我養著很多同事 我現在不捕魚 我的同事不能吃 但他現在走回頭 他們出一個叫MSC label 一個Eco label 你現在在一些 超級市場 或者以前是高貴的超級市場 現在可能普通都有 你看到魚手指 雪藏魚 他貼著這個 label 他就說你可以放心買了 因為貼著這個 label 他確保後面整個產業鏈 從源頭開始 他們都會用一些 捕魚者 用一些比較再生 即是比較 sustainable fishery method 他可以用一些捕魚方法 可以令到他沒有那麼影響生態 例如 例如捕魚 過多大的尺寸 他就會放回海裡 以前不是的 大魚就用來market 小魚用來做罐頭 那樣東西都可以 但現在就說 可能他要限制著某些 還有很多方法 但可能譬如 某一區 報完之後 就不要經常去那個區 讓他們可以優養生息 再做一些事情 這些就是一些方法 這個 label 如果只有香港白街賣 就不行了 但現在全世界 用這個 label 的魚產品 銷量 是超過 2.5 billion 的美金 即是 二十幾億美金 那麼 他變了有一個 bargaining power 他現在跟很多 食品商 超市 Walmart 都 promise 幾年之後 我全部會用完 有Ecolabel 他不是唯一間 他會用完 有Ecolabel的魚產品 即是說如果你過分捕魚的人 再不會有market 這就是另一種方法 解決同一件事 同一問好 有不同的感嘆好 行不行 Show K 有個Harvard Kennedy School 畢業的女生 和一個台灣人 一個香港人 走在四川雲南等地 她想幫藏民 提高他們的生活 的水平 他們發覺當地人 什麼都不窮都不窮 但每人在家 都可能有一隻無牛 他看完之後 無牛有兩樣可以用 第一 無牛的奶 原來質量挺好 他就找了法國那些 很出名的廚師 去到當地 做了一個 Yogurt Factory 不是Yogurt Factory 是一個 Cheese Factory 做芝士 然後把芝士 賣去一些高貴酒店 Shangvilla等等 做了一個產業鏈 出來幫當地人 後來再發現 他更厲害 無牛每年會有些毛 脫出來 那些毛 發現 他們在Lap 研究 原來質量提煉完之後 可以比美Cash Mare 男生不懂了 算了 放棄了 女生懂了 原來是一些很貴的 材料 接著他就找一些 名設計師 做一些很高貴的Product 他賣去練卡佛 中間就做了一個 大的產業鏈 多了人養牛 他可以拿一些毛 修毛 有些人可以做 提煉毛 有些人做 後來也做成的產品 是很好的 賣出去 這個 也有些資金 會幫助當地的撞文發展 等等 這是一個很出名的小蝶 Kiva 剛才說Micro Finance 然後現在 有些人二次創作 當你們想到的 idea 我經常叫同學 不要停留在 idea 本身 想一下有些什麼再想 Micro Finance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過去 能夠做微額貸款 可能有些大的 funding 我放了不知多少千萬 的美金 可能找到每個地方 孟加拉 印度 或者中國內地 有些叫Micro Finance Institute 他們負責幫忙借出去 然後有些人還回來 就那個人去 handle 但是平民百姓 你和我是參與不了的 今天 有個Stanford畢業的女生 她就發明了一個網站 你現在上去也可以的 叫Kiva.org Kiva Kiva好像有一個非洲的用語 不知一下 你自己查一下為什麼 她上去之後 一格格 譬如有個巴西的人想買的士 非洲的人想買一隻羊 等等等等 那你卡下去 她就會有個阿沈出來 可能說一段話 不是說一段話 就是她會有一些文字說 她有些什麼需要 她想奪貧 她有個Micro Finance 就有一筆錢想借 那你就看到了 喂 你現在借給她 25美金 還是30美金 就可以入場了 你和我都可以玩的 然後呢 一邊借借借借借借借 借到滿的時候 這裡 她就會 這筆錢 就會有個MFI 即Micro Finance Institute 借出去 就真的讓她做這件事 中間你還可以說 你這隻羊死了沒有? 不是 我這隻羊死了 最近感冒 就是一個互動 Micro Finance 你現在可以透過網上 和世界各地不同的村落 接觸到 這就是二次創作 將Micro Finance 平民化 這是一種很出名的 新的Funding方法 叫Cloud Funding 就是這種想法 所以 如果你想到Micro Finance 這個想法 想多些方法 可以怎樣體現出來 嘗試想想自己 有一種Technology Check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科技方法 幫我們做得更加好 更加多的事情 Big Issue 英國 一本雜誌 專門講很多社會議題 但是如果你在英國倫敦 或者現在世界各地也有 台灣也有 南韓也有 等地也有 在一些旅遊勝地 看到有些人站著賣 衣服比較藍流 因為他專門是靠一些 一些露宿者去做一個Channel去賣 你幫他賣的時候 其實他就當做生意 他做一個Agent 他給很便宜賣給他們 他們在轉賣當中 就會賺到差額 是一種有尊嚴 找回自己的一些收入的方法 所以也令到某部分 不能說全部 露宿者他覺得 做一下做一下 我有動力 出來社會 Big Issue 是一個很出名的社會協 那個Founder 自己曾經睡到街很多年 所以他更加明白這些人的心態 這個就是社會企業的方法 全世界現在說很多社會企業 當慈善都慢慢在改變 人家都說 我每年都是靠總理 即是會唱歌的總理 就會捐不知多少錢 慢慢老舊一點 那些人問 如果我不唱歌 我可不可以捐錢 其實都可以 你想和歌手一起唱都可以 但是我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加有效果的慈善方法 我想看到那筆錢如何發揮作用 我想參與下去 這個有一個新的態勢出來 全世界很多Fund 因為有社會企業 他們有機會可以投資下去 剛才說的社企很多都是一個公司 可能是 它不一定是一個non-profit 我們說的社企都是 可以是non-profit 可以是for-profit 因應你不同的nature 對我來說很簡單 我經常都說是 好像一代宗師一樣 一橫一直而已 你有沒有改變這個世界 過了幾年之後 有你這間社企和沒有你這間社企 社會有沒有不同了 就是分別 不是在乎於 你是non-profit還是for-profit 不是在乎於 你的profit會分多少出來 給社會 這是一個招式來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 心裏想改變那件事 那個婆婆可能 是不是不需要再撿紙皮 是不是更加多婆婆是不需要撿紙皮 是透過這件事改變了 就是社會改變 我不想說很多關於現在怎樣 financial sectors 將一些jargon 放在社會創新 社會投資那邊 但整體講大家知道就是 全世界在變的 投資界別就說 我不用賺盡 可以給很多社會去做一些事情 社會企業是站在 在charity和生意中間 這是一個方法 或者一個契機 我們可以改變 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這樣走下去 繼續maximize 我們走到盡頭了 如果有方法可以告訴大家 為我們賺錢之餘 原來可以為社會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嘗試探索 為什麼這十幾二十年 這麼多哈佛畢業 Stanford畢業的人 都要做社會企業 為什麼這麼多 現在做Ibank的人會走出來 自己都說我想 走去做社會投資 或者社會企業的東西 是因為大家都看到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改變 可以做得不同一點 有興趣看看 我們有些research 上網站看到的 中間的spectrum很闊 由傳統庇護工場開始 有些人想越做越多 社工都可以做到很多 很好的生意出來 他們找多些收入 不用另一筆慈善的錢 燒完就算了 原來同一筆錢 可以花兩年三年 已經進步了 另一邊商 有些人做一些 socially driven business 我也是做生意的 有些人拒絕自己是社企 但其實它發揮一個很大的社會功能 都有 有些人開始這樣想 但有些在中間部分 沒有所謂的 分多少錢 我是用什麼 legal entity去register 沒有所謂 只要你心裏 有一個social mission 有個financial mission 幫你sustain這件事 亦都是我現在想的 你們的社會企業案例 由你的問號開始 不要忘記 這個是我今早已經說了 你已經走得了 我已經說了我需要說的東西 問號和感嘆號 但由這個問號開始 你想解決問題 最終你的solutions 和感嘆號 不只是一次探訪 完了這個星期就走 希望它是一個idea 可以繼續持續每年 每年做下去 行不行 你的方法 想到momentum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business element 能不能夠將這些 社會企業家複製 就是我們經常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經常問的問題 不如我這裡看看 不如我們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如差不多時間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好嗎 五分鐘 然後回來的內容更加精彩 我說說了 說笑而已 回來的 還有一個四部曲 我們第二部份 進入 怎樣去將社會創新做出來 然後我們會進入探索貧窮問題 好嗎 那我們休息大概幾天好呢 休息一個小時好嗎 好 十分鐘吧 好嗎 十分鐘左右我們準時會開始了 你自己提時間 好 謝謝 我們嘗試複製一下 這些 social innovator 究竟有沒有很多 Moheming units 能夠做到出來呢 社企家為何那麼難去做到出來呢 因為說著將兩個人加起來 要有Bill Gates的腦 要有甘地的心 是不是很難 我先戴上這個 我先戴上這個 對 沒錯 應該不用人叫的 我們不是幼稚園生 自己搞定 好了 難不難 比做生意難一點 我們還要將社會事情解決下來 好像做生意那麼辛苦 你可以想到很難 但是你可以想到很容易 原來今天 雖然說可能為我現在做生意 可能為我請一些弱勢社群 我不可以解僱他 我對他好像很和顏月色 我花很多時間和他council 你一想就想到這些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做社會企業 一些社會資本 你會多很多 包括很多網絡 是因為你可以開到出來 很多媒體真的會介紹給你聽 就算香港也是 很多媒體會報導你的事 不會報導一個商業的事 是因為你有社會目標 市民大眾對於你的參與 對於你的用的事 是會不同一點的 所以你要想一個方法 利用你的社會企業的優勢 不要一想就覺得 社會企業很難 我已經社會了 又再加上商業很難 你這樣就輸了 你要巧妙地利用 你社會的元素的優勢 去將這件事發展 怎樣做呢 先說Innovation Innovation 是要把idea實踐下來 你現在只是學生 你說我正在做一個 SC挑戰 是比賽 但你嘗試用一種思維模式 你真的當禮真來做 你才可以想到一個好的idea 你要當自己會上身 畢業之後會做的 或者你現在當是part time做著 你要用這樣的思維才會做 昨天有個中大 我教的那班學生 有個同學走過來跟我說 我們想做一些 用一些方法 upcycle 將那些衣服 將舊衣服變成 希望它不在這裏 我爆了它的idea 將那些舊衣服 大家換在一起 就變成一件 衣服 那就變成新的款式 你不用再買了 你的idea就是這樣 將舊物變成有用的東西 聽起來好像很好 但我問他一個問題 真的很簡單 你們都回答我 女士 男士 不買衣服就算了 你自己會不會買這些衣服 很實際 不一定 你會覺得都是舊物 尺寸也不適合 尺寸也不適合 很多是藉口 這件又不適合 我同樣 我是UniGlo 可能都是差不多 真的 苦心自問 你自己是那個用家 你會不會買一個service 問你自己 行不行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同學走過來跟我說的idea 我講完之後 你不要問我 你先問你自己 你自己 你嘗試問其他人 胡混過去 他都說可以 你自己都不苦心自問 問清楚自己 老實一點 還有好的idea 我講過很多次 你將它發成很簡短的 one minute pitch 你和你二十三十個朋友說 問他們 你覺得我現在講的idea 給你聽著 道路說完之後 他有什麼反應 行不行 很簡單 你預備吃檸檬 有這個準備 但是如果有二十個人 十九個人都說 你這個就是誰做過 這個不行 這個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不行 想過 不要浪費時間 行不行 不要勉強去做個plan 如果你問了 十八個都說 可以 這個可以 不用十八個 有十個 都可以 知道嗎 就可以 那樣再 divide 不用問什麼judge 不用問什麼人意見 你問自己 問朋友 就可以了 很簡單 好嗎 那從這個 慢慢開始想 所以 怎麼去clone這件事 第一 你很苦心自問 對自己 我是不是想 你的甘地的心 不用像他這樣犧牲 對不起 你剛才說 你從什麼開始 你的問頭 你的心從哪裡開始 從那裡開始 你就慢慢慢慢會 把東西套出來 所以 你當真去做 要去realize 我才叫做innovation Innovation 減去了一個很creative的idea 一個invention 相等於的東西是 Acceptance in society Profitability and market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你不可以說 我發明了一個太陽能電筒 這個應該很棒 這是新發明 行不行 沒有共鳴 你沒有看周星馳的 太陽能電筒 你想像不到它是怎樣的嗎 因為電筒可以穿 但是用太陽能 照著它才可以穿 唉 經常要人畫公仔 畫出相 這個是你的creative idea 好像很厲害 但是 是不是能夠 很多人 對這件事有應用 會買的 就是這個market 你的idea 不可以只有一個人買的 是不是 其實原來這個idea 是可以的 你真的做了一個太陽能電筒 很多人不買的 因為周星馳的電影 是不是 你想想 究竟哪些人會買 很實際 我們有四部曲 第一個步驟 剛才說過 你要inspire 你是醞釀一個idea出來 你在這個stage的時候 對社會問題 你有一個深深開始 你會提出那個問號 我不用教你的 不斷問那些問題 那個婆婆為什麼會沒有錢 她因為什麼原因 我不用教你 因為你對她的問題 你很有感覺 可能你身邊發生一個人的事 可能你見到那個問題 你自己會發掘出來 不用教你的 所以你找到那件事 這麼簡單 這麼重要 第一個階段 你要尋仗 你會在問題當中 盆傳很多 不只是bird view 你會轉入問題 慢慢想得很深入 究竟那件事怎麼發生出來 究竟是什麼問題 你問很多問題 之後你come up with一句 婆婆不夠錢 洗 不是婆婆大力 她上去推車 不是婆婆的兒子 不理她 這麼簡單 是兒子理她也好 她也是不夠錢 或者可能她問一下 喂 婆婆不夠吃東西的錢 洗 原來婆婆不夠看醫生的錢 洗 所以 你明白我說什麼 同一個問題 同一個現象 你observe到 可以有不同的問題 問出來 但當你問不同的問題 你便可以想到不同的idea 所以你不要以為 剛才我講了那個up cycle 已經講完全部的idea 不是的 沒有一個最好的 因為你不同的問題 切進去 一會兒講貧蟲就知道 可以很複雜的 你不同的位置進去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方法 找到出來 行不行 所以這個過程是很好玩的 Problem identification 第二個階段 天馬行空 你不介意我 我經常說你婆婆的 我 很開心 我還在幫你思考 婆婆撿紙皮 有什麼 你用婆婆撿紙皮 即場有沒有朋友給我一件事物 或者是物件我 你亂說一件事物出來 你講 不如你 不 講一件事物 物件 還沒想到 隨便一件事物 亂想 你呢 你即場想什麼 一件物件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一件人物物件的地方 街市 好了 我教你association 有些人說 不是我講 哈佛的教授 他做完research 也說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 天馬行空的事物 所有事物都是由一些associations 想出來的 即現在 這個同學突然走過街市 他想起那個撿紙皮的婆婆 不夠食物 或者這樣 婆婆推著車 好了 婆婆推著車 撿紙皮 跟街市有什麼idea 可以想出來 立即訂了 找個聰明一點 懂得想辦法的人 這位同學看你的樣子 很聰明 有些什麼想到呢 街市和婆婆 那些相反 訂出來的紙皮 對不起 讓我來 那些相反訂出來的紙皮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identify 這幾檔的相反 小販 他們可能拿出來 我們channel在某個地方 有些婆婆 那五個在這區 經常都會出門 你不辛苦 我們在這裡訂了 這些紙皮 就捐了給你們 不會被小販收掉 你來幫忙為主 管理一下就行 不用推 自動有人來收 行不行 行 即場訂 給同學 即場訂 好了 給別的物件 或者地方 或者人物 你給我一件事 不是 任何 說些事不用說 物件 人物 或者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 不是說普通話 普通話才行 好 不要緊 可能他沒有跟進 你們先 講一個物件 可以 天馬行空什麼都可以 不是很related 什麼都可以 立刻想起什麼 手推 不行 太接近 這些不好玩 你說一個 保齡球場 保齡球場 這下難 要找一個聰明一點 保齡球場 立刻訂了 你 我看你的聰明 拿著麥克風 要有壓力 你們想到 舉手一下 我找大會給你們獎品 保齡球場 和酒堆 不是 和這個撿紙皮的婆婆 有什麼關係 保齡球場 和撿紙皮 有什麼關係 那邊有 哎呀 我回頭 你不要以為不用 哎呀 腹死我 你叫出來 有什麼 保齡球場 可能需要用紙皮 可以使用紙皮 可以使用紙皮 關不關你的事 我將一些association 可以 可以使用紙皮 可以使用紙皮 因為保齡球場 可能需要用紙皮 可以使用紙皮 這個也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我給他一點掌聲 好 到你 我會回頭 不要以為我忘記了 我又想過 可不可以在保齡球場 我做一個地方 出來做一個短期的 demonstration 就擺一堆 擺一堆保齡球 就叫人們推 然後一邊就寫著 其實這些就是婆婆推的重量 那些保齡球玩的人 看完之後 體驗完之後 旁邊有個錢箱 就捐錢給一個NGO 去嘗試解決問題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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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亂說 idea是無限的 關乎你現在做不到association 你想想 這個association 可以come up with 一些promotion plan 想想 弄不好 可能想到一些business model出來 嘗試多些 這個就是 disruptive innovation 可以想出來的東西 行不行 你不要那麼纏繞 我接著問你第二個問題 你不用那麼纏繞 我怕你會花太多心神 就是這樣 我一會教一些方法 大家怎樣去 變得more creative 好嗎 我一會教 有些方法的 他會教大家 第三個步驟 好了 想了idea 要implementation 剛才說的idea很好 我只喜歡好他的idea 很好 怎樣可以令到相反 會肯合作做這件事呢 在街市找什麼位置好呢 這些是implementation 是不是 即是 我經常都說 你們最容易明白就是 為什麼有些同學 明明今天都未做份功課 明天又交出來 他可以由一個idea 就是找幾份功課 就可以發展成為一份功課 可以交出來 即是那些是能力 知道嗎 是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能力 你要在一個隊裡 找一些聰明的人 才可以幫你做到一個plan 對不對 那就是business plan 慢慢做出來 想到計劃 而做不到 比你想不到 你更差 你明白什麼意思嗎 捉到鹿不會脫角 到最後 做完這個步驟 去到有個pilot 承認了 你取了獎 就這樣了 有二十萬就等著你 或者是有些事情 就會幫你 繼續 take it forward 不是一個idea 一定要需要三百萬 放在桌上 你才開始做事 是經歷了整個過程 最後就是incubate 四個簡單的字 四個i inspire invent incubate 還有invest 就是我們的看法 一開始不是invest 最後你做完 想了所有事情 你才有用 有四種人 可能在team裏面 要發掘一些不同的能力的人 好像一些hero 第一堆人 是inspire 他們特別厲害看research 他們特別厲害去observe 跟著婆婆一天之後 他會發現了 一百樣東西出來 我們看一邊還在哭 婆婆很差 他想了很多inside出來 原來他的兒子不理他 有兒子不理他 有兒子不理他 有兒子想理他 但理不到他 有兒子不理他 他會看很多東西出來 而他每件事有些inside 原來他出門在街市裡 有很多資源 他懂得像金融一樣 在一些有毒物的地方附近 找到一些解藥的可能性出來 知道嗎 這個就是explorer的工作 第二部分就是有些天馬行空 就是那類沉思的同學 他現在很纏繞 你明白嗎 他在想事很聰明 想事很聰明 想事很聰明的人 通常會有太多idea 在腦袋裡 就不知說誰出來 但最後老師又會去問他 他已經很大的壓力了 他很聰明 想事很聰明的人 他最主要躲在廁所裡 因為他每天都在沉思想很多事情 洗澡了沒有 媽媽叫他 他都還在想 這些就是innovator 他懂得想事 天馬行空 但通常這些人 就交不了功課 因為他要靠另一個同學 做功課很聰明的人 要幫他 就是builder 他將business plan 能夠鬥出來 他未必想事最聰明 但是跟他說的idea 他就很快三排兩半 這個可以這樣 找什麼人 那個system可以找哪些partner 他就可以組件 這些人組織職務很聰明 可能是engineer 明白嗎 是有這種人 有這種特性 比較多的 最後 有些是resourcer 這些 講得好聽就叫resourcer 講得不好聽就是什麼 古惑仔 他懂得轉窗路 找些東西 那個同學的爸爸 不是做賣米的 你拿些米給我 誰 他懂得多 他懂得 那把嘴可以哄到一隻小鳥 他懂得把一些人 你明明很爛的plan 他都會說到很聰明 去convince那些人 他未必自己有錢 但他身邊的人有錢 不不不 可能他懂得convince一些人 去給一些資源出來 他懂得把你的plan 找一個人 他懂得把你的plan 找這個人 明白嗎 這個意思嗎 這些就是resourcer 就是能够配搭到這件事 行不行 我覺得 做成一個plan inspire invent incubate 跟invest 分別有這幾個角色的人 有些人很聰明 四樣你都覺得 可能你自己心裡哪有這麼想 我四樣都可以 你心裡找人 心裡不是冷笑了一聲 那些 你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些人會比較平衡 也都 歷史上 有些人是慢慢 做了entrepreneur之後 他慢慢將自己的skills 會發展更多 有些宅男 最初是想法 但是做一做 他會被迫自己出去 因為他有passion 他要將那件事做成 他就會衝破了 宅男都懂得抄功課 最好 不是 都懂得做功課 明白嗎 Wanna Pachal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digital divine 他想了很多方法 他設計那部機器的時候 需要不需要看很多東西 要去鑽研 要落區 要讓小孩試 很多不同的步驟 做了research 接著 他動員MIT的力量 那些學生 去發明這件事出來 去把它造成出來 去想一下有什麼功能 每個功能如何再進一步 去發掘出來 第三 他靠很多人的support 甚至Google 很多大的hardware的廠商 都幫助他 support做他的事出來 他慢慢將造件 慢慢組成出來 他想起 如果一部機器去鄉村 小孩拿回家 被爸爸賣出去 另一個村子怎麼辦 他想起這些機制 我告訴他 當作是side story 他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 他們有 學校方圓 不知多少地方 有些發射器 遮蓋了 他就可以 那部機器有用了 但超出了這個範圍 就沒有用了 所以那部機器 賣去另一條村 是沒有意思的 他想起這些東西 知道嗎 那他就是一個 well covered的idea 當最後 很多人給他錢 他就有用了 政府切日幫他去做 那你就會變成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但當他還未發明這部機器 那些人會不會理會他 當你還未準備好 而去找一些人 拿意見 拿合作 是比你更差 不要去找他 當你準備好 去找他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快很多 有些contact 你只能有一次的機會 當你一次沒有了 第二次找人 就不會理會你 明白白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心急 不要那麼急 打算找些人 什麼人要幫忙 找些什麼名人幫你 先搞定自己 convince到自己 你會先買那件衣服 convince到自己 那些朋友在那邊 原來都會考慮買你的衣服 你才再想下一步 行不行 這個就是一個process Gramine Bank 窮人借不到錢 有一個credit的需要 他沒有抵押 借不到錢 是一個問號 感探號 沒有抵押的貸款 鄉村銀行式 他們沒有銀行的分行 那些銀行家 全部踢著你拖 走到區 去借錢給你 是他的特色 慢慢慢慢組成出來 其實By the way 現在Gramine有很多集團 他幫你想想 有些Gramine phone 可能鄉村都有通訊的需要 他走到區裡 賣一些電話給某些士多店 可能士多就租給你 不知多少錢 就打一次 慢慢慢慢去 就payback 買回電話 這是很出名的社企案 他幫你想想這些 就incubate出來 到最後 現在聯合國 很多政府都會給很多分明去設立 去replicate這個concept 但是一開始 30年前 立刻聯合國說給錢 他都沒有用 因為他沒有pilot 對嗎 所以最利用到investment 最大的地方 就是當你run過pilot 做了些事情出來 所以 你的SC challenge 如果你是未有 一些idea 做了 譬如有些同學做了事情 去做發明 研發了 想了些事情出來 你很難和他們鬥 但是 他們不要沾沾自起 他們不是贏的 只要你現在想了之後 你嘗試去run一些小pilot 你追得到 關鍵有時候 去到finalist 評判問你 那你打算怎樣推行這個 我們想想想想想 這樣 By the way 我們已經在某一個區 曾經試過做些什麼 你的感覺是否不同了 其實是差這些 如果你真的有心 我也是這樣說 我假設 如果你真的有心 去做那個問題 不如當這個機會 是一次你試練了它 反正都想了出來 不如試下一區做 你有機會贏他們也不一定 不一定贏 所以你要想想 如何切入 已經想了idea的那些 繼續做fine tune 不要停留在 一個comfort zone 永遠是move forward 你有時間空間 take a chance 再想多些 問多些不同人的意見 廣立意見 再想想自己 如何改進下去 行不行 這個就是你們每一刻都要想 包括我在 我每一刻都在想一些新的東西 你慢慢慢慢train到自己 你想事情是會快些 因為你每天都在動腦 因為你每天都在動腦 我逐個步驟講一點 亦都用了一些本地的案例 給大家聽一下 我會很快的 大家聽到多少 我會很快的 Inspire 講新的價值 剛才講過問題 大家普通看到就是 推紙皮 怎麼可以推得好些 發明部手推車皮 可以不可以 可能都可以 但我轉入深一個layer 我看他的burning money 是不夠 又是一個層次 但你每個人看 那件事的價值不同 就產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出來 香港有很多問題 不只是貧窮 你選擇哪個問題 少數族裔 貧富懸殊 學習 教育 講social mobility 講環境破壞 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都可以做 講traffic 交通濟塞 講怪獸家長 其實你可以想 innovative 不一定是那幾個 很hardcore的議題 明白嗎 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你想去解決都可以 很多廢物 產生出來 都是可以的 上司 看報紙看多一點 看闊一點 不要看得那麼簡短 可能你覺得有些人的意志不夠 可能有什麼可以培育人的意志 你看一個很特色的問題 可能你會殺出血腦 也不一定 因為有100個人已經做貧窮 明白嗎 貧窮 可能你簡單看 會不會跟working poor low income 或者是poverty 或者是students 或者是一些 可能你兩個開始想 wrap around想這個議題 你自己畫一些mind map 自己想 可以再複雜一點 這裡很明顯 我嘗試confuse你 我也不知道他寫什麼 我同事做的 但是 你看一些news當中 關乎的問題 你就開始想 究竟這個癥結在哪裡 你不是只看婆婆推車子那麼辛苦 你看其他議題對這件事 你就會慢慢去想深度一些 不要那麼快去定招想辦法 轉入去的問題 如果你的group人嘗試一起 譬如我們今天想 今天開會我們約在深水埗 那間McDonald 在那附近兜 去看 找一間茶餐廳 明哥那間餐廳吃東西 去observe一下那些人 有時候我喜歡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人物掃描 但不是真的掃描 我看著那個人坐下 究竟他是什麼人來的 這個同學他喜歡轉筆的 我不要玩了 說笑而已 他應該 是經常蒲子修室的 以前 因為不是那些人 不會鍛鍊到這種東西出來的 他不是那些 讀少少就可以馬上熄悉 他不會是那些 因為他會轉蒲子修室的 可能他蒲子修室的時候 就會慢慢鍛鍊出來 可能他是彈琴的 因為他的手這麼靈活 可能他玩樂器都很厲害 都不頂 我說笑而已 不要這麼認真 可能他 他為什麼會發型這樣 他近視 可能只是讀書讀得多 心近視 所以搞到 但他看格很灰無 他喜歡運動 但不夠時間 所以只能夠打乒乓球 你在想 人物掃描 你會掃到很多深度的東西出來 我一會教你去observe一些東西 其實也有些方法 講貧窮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我會用education做 還是我會用working poor 這個角度看 還是我會用housing的issue切入 還是我會用food 這只是例子 更加多更加多 看深一層 不同的問題 切入的位置不同 你就有不同的 我說得很深 一個西瓜 你怎樣切 吃法就不同了 你明白嗎 即是我在中間破開幾邊 你就這樣 一個西瓜慢慢吃 一個叮噹式 這樣吃 叮噹的口 如果我是 打橫切開它 我就可以用匙羹筆來吃 你明白嗎 同一個問題 你怎樣開 是有不同的吃法 或者我用一支 原柱體的 一個 利器 一吸到西瓜 我就變成一個 原柱體的西瓜棒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方法 吃 我也是剛剛想的 如果你想到 你就有一個新的 social enterprise ID 明白什麼意思嗎 嘗試用多麵 去切入 去切入西瓜 行不行 轉滴 不如看片 我的喉嚨乾 好心 最初由一個 真是一個普通的概念開始 我們只知道 從來而出街的朋友 很不方便 需要為他們解決 怎樣到怎樣交通接送的問題 但是到我們去找出 究竟用甚麼方法 用甚麼經營的牌照去做這件事 都花了我們一些時間去想 最後我們決定 我們的願景 是希望最終這些車 到處都找到的 到處都接到的 或者坐輪延的朋友 很方便可以找到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的士 這個營運的牌照 我開頭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說 這個project 怎樣搞 香港的士 找食都艱難 還要我們 為了雙殘人士 的士 還有一些有貴一點的時候 我們怎樣做呢 但是慢慢去看的時候 發現 裡面真的有很大的需要 現在需要 今天在社會裡面 是透過一些 不是那麼合法經營的機構 在做的 我覺得我們其實 這個 business opportunity 就看到了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在整個交通行業裡面 就對輪椅使用者 我覺得的士如果沒有參與其中一份 就好像有一定的失落 因為我自己覺得 點到點服務 是的士最高的要點 但是正正是因為這樣 輪椅使用者也很希望 有點到點服務 我們有車之後 有的士牌可以營運 但是最終客人 是否願意給的士 一般更貴的價錢 去接受我們的服務呢 那些客路是哪裡來呢 怎樣可以養得到這輛車呢 那我們也都花了些時間 要找我們一些穩定的客路 那現在我們都相對 非常之幸運 有一些安律院的業界的朋友 和我們一起合作 做這盤生意 現在我們院社 是有部分的長者 因為它那個覆診的安排 它是迫於無奈 要安排一些改裝的車輛 讓他們去使用 去醫院覆診或者外出 這方面其實機靠來說 作為一個轉嫁者來說 明知道它的車輛來說 其實安全方面 對老人家保障是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選擇 所以明知道機靠 其實一直以來來說 也有很多心理內的包袱 就是說 假設有意外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也要承擔相關的責任 接下來就是我們商界的夥伴 因為只靠安律院的客戶 都不夠養到一輛 20cc運作的的士 我們一定要找很多資源 在商界那邊 可以放到這間公司那裡 令到它可以長遠地 養到這幾輛車 才可以繼續完成我們的使命 就是接到一些坐輪的朋友出街 香港社會創造基金 運用自然創造的方法 我們希望利用我們的資金 商業知識和網絡 為社會創新敗力審議 而轉迫 今次我們希望緊密 和主流的商業社會界別去協助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即是它的出發點 就是希望賺到錢回來 就可以投資下去 第二個社會企業的計劃 在商界的角度 他們如果支持社會企業的做法 即是不只是在一個投資的角度看 但在一個所謂社會負責任的角度 也都是一個應該可考慮的模式和負責 我非常感興奮 人們在SVHK 看到社會負責任的欄 在社會負責任的欄 讓他們感受到負責任的欄 在15、16年都是做記者 有一天他辭職回來 SVHK說 Francis 我現在想存職做轉迫生意 我說現在沒有錢 當時SVHK 我們自己也沒有薪資 為什麼這麼衝動呢 原因是因為他剛才06年左右 他媽媽就中了風 要坐輪椅 每天他帶媽媽出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都知道有多麻煩 他有空的可以自己開車 但是所有的士外面的 是乘車上不了的 他會把媽媽搬到車廂裡 再把輪椅摺在後面 下雨天特別難找 下雨天你看到很多輪椅 在的士站等 因為沒有的士司機願意接這些 第一 時間內 第二 會淋濕身 自己也會淋濕身 所以這個香港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什麼人在解決呢 就是一些非法輪椅 因為福康會的車很好 有二達轎車 但是只有20個排 增長不了 但是現在很多很多有輪椅需要的人 其實他們會不想外出 除非看醫生 如果他真的晚上外出家吃飯 他會跟兒子說 不要了 我都不喜歡吃飯 我都不喜歡外出外 又貴又等等 那些東西又未蒸多 其實他不想麻煩你 如果你公公婆婆這樣 你堅持 你會說不用了 有專的啊 你叫的士就可以了 他沒有options 他不想做 Doris遲了一份工 是專職為這件事 花了最少三年 去找個對的牌主 她的Passions 的問號來自這件事 所以我不需要教她 為的士行業怎麼運作 她熟過我很多 她自己會去找 因為這個是她 在血液裡面都想解決的事情 經歷三年 我們找了很多牌主 了解整個行業 安律業界 過去有些的士 曾經想做不到 後來倒閉收場 慢慢凝聚整個問題 之後 那個Insight 新的Value出來了 最後要打通 要解決 沒得說 都是的士 到有早一天 我們可以好像倫敦 周街截到倫敦 都是WeChat accessible 只能夠靠的士 一萬八千架在街上走 但很幸運 現在香港 不再發牌了 所以牌價 由幾年前我們研究的時候 三百萬一個牌 到現在 猜一下幾千 七百 都不猜幾千 是很誇張的牌費 所以現在 我們當然不會買牌 我們租牌 所以我想到 business model慢慢凝聚做出來 但是 他們全家人 媽媽這件事影響很多 在這幾年當中 他都透過這個事情 面對了自己很多 這個事情 到一年多前 他媽媽過了身 他媽媽過了身的第二天 他去殯儀館 去辦事 在紅磡 他下樓的時候 看到轉迪 他說 媽媽在提醒我 他每天 對每個客人 都好像對自己媽媽一樣 所以他的質素 你看他的Facebook 所有客人 是賺得很厲害 賺過那些司機 那些司機 沒有外面賺到那麼多收入 但是他覺得 在轉迪做 他有份尊嚴 那些公公婆婆 出去吃一頓生日飯 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 這就是一個人 有一個Passion 他發掘到新的Values 他最清楚的 他的需要 是因為他自己身邊 他當自己的問題 去做這件事 所以轉迪今天 那個Recognition 剛剛拿了 Cartier的Global獎 是有一個原因 是由一個人 慢慢改變 不要覺得你是學生 想的idea 一定不行 關乎於 你有沒有貫注自己的Passion 下去的問題 去發掘那件事 做好事 要做得聰明一點 雖然排費這麼貴 我們過去兩年 做了超過四萬單輪椅客的生意 每年每年 我們繼續做到這些 第六架轉迪都可以落地 今年剛剛出了第六架 有個投資者 買了一個車租給我們 繼續spread out出來 很多media很喜歡 兩年operation之後 我們Break Even 自負盈虧 跟Charity不同 現在我們每年運動 我們不需要再扣好 那些資金 前期擺放了那些投資的錢 就已經足夠 繼續增長下去 這件事就跟傳統事實 有個分別 明白嗎 這就是社會企業 我們找到一個 business model 無論多辛苦 找到什麼方法 去發展下去 我們不會停留在那一點 現在我們正在發展 我們靠些sustainability 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個 叫diamond sedan chair competition 做了一個抬轎比賽 那些輪椅朋友坐在抬轎 好像跑上山頂那些 那些赤柱大街 就有些corporate team來參與 就找些sponsorship 幫我們一些 車身旁 那個車大一點 如果你有見過的話 賣廣告 我們收回收入回來 最新之間我們會出diamond leisure 專門給一些 barrier 3 的 tour 給一些輪椅朋友 去本地旅遊 那你家人如果是坐輪椅的話 就租轉的 就帶你去山頂 或者一些 barrier 3 的路徑去做 那這就是我們一路找過 sustainability 的方法 在board 裏面 除了的士業界最大的牌主 兩個安律院集團的人 投資到這個社會 我們還找到一些義工 包括McKinsey 一個managing partner 進去做義工 所以我們 雖然做好事 我們要用一些對的方法 有對的expertise 有對的業界的人 會contribute一些知識 去將這件事做成出來 第二步 新的idea 如何想起idea出來的呢 天馬行空 說就容易 但是 下廁所多會有問題出現 家裡會有人搶廁所 黑暗中對話 我們其中一個參與的人 Patrick是Founder 就是他 我們是其中一個投資者 幫忙做 他們有沒有人去過 黑暗中對話 舉手 很多都去過 有聽過 我不詳細說 全黑的自演館 進去一個全黑的75分鐘經歷 會為你帶來很多東西 除了好玩 By the way Trip Advisor 現在香港的page 排第二的 很多旅客會專門摸上門 找這件事 第一年都break even 第二年我們有錢 分給一些投資者 是一個好的business 在做下來 同一時間 我們沒有停留在這裡 他們繼續有很多spin off 現在用dinner in the dark Wine Tasting in the dark 有Birthday Party都會做 你要有些新動力給別人去做 有Dialog in Silence 除了盲人 現在我們請一些龍人朋友 去做一些手遇做的workshop 亦都發展一些劇目 就是龍人朋友排了出劇 一邊吃飯 他們會和你一起 參與者吃飯的人 會做出畫劇出來 很Innovative 這些就是一些動力 keep你的business繼續去的 所以你想多一條橋也好 你要告訴一些評判 我會繼續有些新的想法 你未必每一個新的東西 都要化成一個business model 裡面reflect出來 但我有一個future plan的section 你要講得出一些很動聽的發展 Concert in the dark 是一個spin off 我們每年都會做一次 做了四年了 人生人海 王耀明幫忙支持 幾百人在一個全黑裡面 不是好像這樣坐下來才會關燈 在門口進去的時候 都一個盲人 帶十個人拉著繩子 慢慢走進去 是很好玩的 最初有些人是很害怕的 去年有融組兒古巨基 今年有李克勤 Sea All Stars Rubber Band 黃遠之 有些你認識我 不認識的那些 即是年輕一點的那些 他們會參加 因為在音樂界別都創造了一個歷史 一個全黑裡面做的演唱會 不用穿得很漂亮 沒有舞台的 你是在這裡 在那裡 有很多sound effect 有些smile effect 有些smile effect 去幫你做一個體驗出來 這個是innovation 去幫你繼續令到這件事 聲勢很多 media自然就會來幫你cover 你不需要去求他們 來幫你報道你關於社會的東西 Association iPod的概念 是來自一個鎖 這個按鈕 不是一向是這樣按的嗎 為什麼會發明一個撥的按鈕呢 就是這個設計師可能想到 這樣也行 原來 為什麼不開這個按鈕呢 即是剛才跟保齡球一樣 跟街市一樣 明白嗎 你想多點 這個是trainable 有四種方法 訓練你的創意思維 這個是Harvard做research的一個model 他說怎樣人可以innovative 第一 你要培育自己 要多問一些東西 不斷問問題 這個街市 其實這樣說不行 你問一下 那是什麼街市 是灣仔街市 還是什麼街市 它在哪一區 街市有多少檔 裡面有沒有人會賣乾貨 有紙皮 是嗎 你要問問題才會發掘到那樣東西出來 第二 observe 人物素描 你坐在那裡看一下那個人 observe一下他 發生了什麼事 你要靜靜地 這些最適合責男做的 坐在那裡看而已 觀察他 有些人很深入的 看著你就知道你大概 你表情動一動 就是那些銷子最厲害 看一看你表情動一動 就知道 你都不是我的客人 走 看一看就知道 你這個問題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解決了 到時 你對著你的評判 不要低頭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 innovative的 idea 看著評判 別人都沒有心情不看你 別人都聽你說一句 就 你醒目 立刻 有關這些問題 你是不是覺得可能他們是什麼 其實我已經想過了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這樣 所以就發展成這樣 你明白嗎 就算我沒有說話也好 我address了你的問題 這些就是observations的能力 但是這樣幫到你創意思維 第三 Experimenting 你一定要試的 Prototyping 你要嘗試做一次 如果你發明那些東西 那些爛衣 舊衣黏在一起的那些 做一件出來 別人就這樣問他 他當然不買了 但做了出來之後 哇這件可以啊 喜歡啊OK 那就行了 明白嗎 你要有些 你自己不做過 你不知道的 Architect會做Prototype 你都要做 你或者要試練一次 你未必要想一個 長遠做的 我先 run一次 剛才那個街市idea 我找兩個檔 不如問問他們 嘗試一下 我明天有婆婆來 你可不可以 放些紙片在那裡 讓他們來賣 試了一次你就知道了 評判喜歡聽你試過 run pilot 評判喜歡聽這件事 行不行 最後 然後 Networking 盡量找些 跟你不同系的人 一起好些 他有不同Skillsets 有些做功課 比較厲害 有些可能他是 Engineer 有些人想法比較厲害 但你出來做事 也是 找些不同背景的人 聊天 Network 是幫助你 自己發展你的創意思維 很重要 經常都覺得那些auditors Big 4的人 一起大家吃飯什麼 喝茶到卡拉OK 都是那些人 你這個人慢慢變成麻木 你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在Big 4 多厲害 浪費氣了 這些就是最 Live in silo的人 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如果你在找Big 4的工額 就是這樣 行不行 Network 找不同的人 第三個步驟 Incubate 要去做一些 整個Venture 究竟有些什麼步驟 要想 這些是商業計劃 不用抄的了 上網一打商業計劃 千千萬萬個出來 我無意在這裏講很多 很詳細 不過呢 當你有一個idea 打算做的時候 自然有些東西出來 這裏關注多些就是 頭一段 這些plan 那些人的評判都不會看完 是看頭尾 中間納一下 有些chart 有些圖表 有些model出來 別人會注意多些 有些相片就好些 頭一段 你失去了評判 你就失去了評判 如果頭大半版 你都是cut and paste 那個扶貧 那個委員會 高峰會的report 那些數字放進去 是呀 你填了五張紙 不過呢 你都還要輸 為什麼這麼辛苦填上去 用點心思 頭一段 你要catch到人 講完你的idea 一個很快的brief 頭一兩段 你失去了評判 就失去了評判 一會兒我會講一些one minute pitch 一分鐘之內 你失去了評判 就失去了評判 明白嗎 幸好我今天頭五分鐘沒有失去你們 要不然你整場都會在黑眼睡 明白嗎 你對於評判的時間其實沒有一分鐘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講 elevator pitch 有沒有聽過 電梯的pitch 為什麼 因為你會在中環中心 坐電梯上去 坐電梯上去 朋友的公司 突然間看到 旁邊站著一個人 頭光亮的 他叫李先生 李先生 哎呀 我有一個idea 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可能他那個已經做了 想想跨境學童什麼 喂 爆你的東西怎麼辦 算了 我會講完你的idea 喂 我不會講的放心 你已經做了 那麼 喂李先生 你坐電梯的時候 有多久的時間 一分鐘 其實是沒有的 一分鐘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 一分鐘的pitch 順便講完 你想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idea 不要 秘密一點好一點 好 我講一個idea 可能我當回街市idea 李先生 其實因為你只有十秒而已 當你一搖嘴 哎呀 我仰慕你 行不行 不行 在你先在呢 你會說什麼 在你先在前一分鐘 你會說什麼 你先說一個idea 你要說一個idea 有幾個好 啊 我問一些吃生的問題 他可能會 吃東西帶著一些去 知道這個問題 好 講回剛才那個同學到的idea 在街市裡 那些紙皮 那些檔戟都收起來 被婆婆就不用推了 你做那个人 你跟李先生讲这个idea 一分钟而已 你会怎样说 找同学试一下 不如你呀 紫色衣服 想到的 你第一句说什么 何先生 说错识 李先生 想不到 有没有 到你了 到你出门了 你试试说一次 你行的 你身体有很想到 其实界线和俗远的 共资人可以有一些关系 听到两个人应该是很少圈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街线也会有很多资料 这些婆婆我们看到在市面上 就是我们看到 社会上的很多婆婆 是12个人的 去帮助家的 就是我们把她的 慢慢的 例如说可以 如果要一些 可能介绍 到上去的 身份 就是说 这些人的身份 可以在这方面 可以帮助到这些界线 可以帮助她的 可以帮助她的 她的电梯到了 喂 给她一些掌声 很厉害 超厉害 其实是没有一分钟的 她的电梯很快 即是中环中心部电梯 只有30秒 她能不能说到 很厉害 我真的能说到 这一段 就是你的计划的第一段 行不行 当你去评判的时候 说的时候 这个就是第一段 她没有兴趣听你说 香港的贫穷 堅尼系数 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 我们全世界第一 就是代表0.5几 不要以为0.5几 很低 因为0.5几 其实 在世界各地 譬如在欧洲 都是0.4几 在英国 你觉得很发达 也好 你们的计划很多时候是这样 知道吗 不要笑人 你花了很大篇幅 讲一些 人家已经知道的 或者人家没有兴趣的 我不是叫你不讲 识道地讲就行 就像她那样 喂 很多婆婆 她切身 她继续到 因为你知道 李先生 她可能没有机会 关注哪一件事 你会觉得她有兴趣听什么 再好些 可能我最初加一句 李先生 不好意思 阻止你 我其实有个idea 是关于社会企业有关的 关乎社会大众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阻止你 三十秒讲一讲 他觉得 可以 他不会觉得很offensive 你会想一下 因为他很多人走过去跟他讲话 你无端端说 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街市和什么 有个 他立刻说 secure 搞定他 你明白吗 你不可以像傻佬 那样 你有一些方法 开场白都要想想 但是 就着社会计划 超级就是这样 很简短地讲了 也讲了 喂 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反问句 这些是很powerful的 你有没有想到街市和什么 婆婆有什么关系 然后说 香港有很多婆婆 街市有很多自肥 那两样加起来 我们就想到一个 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 街市婆婆开心乐园呢 你笑 我即是可以按照你 我遷就你的程度 我才会讲这些名字 如果我对评论 我会讲第二个名字 我不会教你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名字也重要 你有一段 一句 开心婆婆街市乐园 其实就是 为婆婆来到 带出一个很开心的笑容 她来到这里 不需要再用力推纸皮了 她只需要笑 她对着一些 相反老板 她自愿给了纸皮 她只要守着那个洞 就不会有人霸着她 因为她有个牌 她是负责了 不要笑着 可以吗 你影响了我 我即场pitch给你听 你不学就算了 总之就是这样 但是对峙 你要令到别人可以按照 知道吗 你的plan 是要令到别人 你毕竟是一个比赛 你要catch到别人 你真做就不用告诉我 你真做就先做了 如果你真做 如果那位同学 现在偷偷觉得 这个真行 就是已经回到深水埗街市 做了一次 其实她就最好 说的人不是最好 做的人 到头来她就去到分达面前 我们讲了一个idea 很平实也好 by the way 我深水埗街市 我们已经做了三个月了 效果几号 我们现在想replicate 全港十八区都做 政府都要给你钱 你明白吗 实际上 做事的人 比讲话的人 比讲话的人 好 所以忘记一些plan 你懂得说这些 你有心去做 自然就说出来 Mission and visions 你自然懂得分析 现在在街市里 那个区其实有一百个婆婆 那一百个婆婆分别 占据了三个大的cluster 这个区就有些 壮健的婆婆在这儿争 每天就流血三次 那边 我们试分析市场 原来街市是一个 还未尖污的天堂 那个区还未有人抢子皮 现在这几个是最弱的婆婆 我们希望她在这儿 可以安老了 不 类似的 那 商业模式 原来相反 透过做这件事 她可以得到一些 一位卷 原来有些善心人 确实支持了这件事 她会给大家乐的饮食卷 街市的人 捐了一些菜 捐了一些子皮 她就会拿到一张 五元的大家乐卷 这些就是 你一定要想一下 一些方法 如何令到这件事 到最后 我这个idea 不需要有什么人手 只要有个社工 看着有些婆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有个burn rate很低 全部就靠那些婆婆自己 开心乐园里面的婆婆 她自己会懂得做所有的事情 那街市老板 跟她们就会建立一个关系 另外我们的义工 如何配搭下去 定期去探 就不用我们出钱了 这些就帮助我们 很低成本去运营得到 所以这个idea 就是不用钱 就创造很大的社会效益 最后当然是这样说的 那些 plan 通常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将来的计划就是 我们除了开心乐园老人街市 我们还有开心乐园 一些单亲妈妈的乐园 还有开心乐园 一些智障朋友乐园 你说的future plan 将来你怎么去replicate 做下去 你的plan就很完整 行不行 全部都会写了 好了 Green Monday 我还是播片很快就 看看 Green上云烧 打食欲兽救空姐 哇哇哇哇哇 好想吃啊 这些都是机场餐厅 新增的素食 还有整张绿色餐单 任君选择 简直是打救了 一众漂亮漂亮空姐 因为其实很多同事 都是吃vegetarian meal 以后空姐Vivi 就不用再跟食欲兽了 她说以前香港是食欲都市 有时机场很骂到 这些这样的餐厅 其实说不单止是职员 其实很多客人 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他们问到 我都不知道 哪里有得吃 但现在Green Monday 在机场推动餐厅主摘 不单止帮到空姐 还可以减碳救地球 搞手David说 全球暖化第一大元空 就是畜牧业 其实我们认识牛 羊 豬等等 排放出来的甲丸 和其他温室气体 比起交通汽车等等 是严重很多 那个数字是18% 温室气体是来自畜牧业 但是运输交通是13% 而机场推广的无路不宽 星期一 每年有多过五千六百万的旅客 经过 就算只有星期一吃斋 一年都已经可以减少 超过四千公吨的碳排放 这都未够 机场负责人Vilson 还想更加Green 除了个人能够可以吃多些素之外 我们希望其他的饮食习惯 包括我们的厨余可以减少 甚至乎吃剩的东西 我们希望不要浪费 我们会尽力成为全球最坏的机场 机场餐厅的大厨 还四出手楼美味的素菜食材 例如开胃的陈醋木耳 鲜菇 连披萨用的芝士 都不用冻烈脂肪 如果你去开机场 你有没有兴趣试试试 酥食吃饭也可以很好吃 不搞笑 冬新闻就是冬新闻 明不虚传 为什么冬新闻会报道这件事 因为它需要故事 一些green的故事 为什么机场会加入Green Monday 因为它想在CSR的报告里面写 我们想做全球最环保的机场 直着这样 Green Monday由零元开始 一直找了很多合作 上星期我们拿了个Martin Award 是赢了很多其他很大的brand 它十八个月之内 created了很多声势 都是由零元开始 这里我想说多些 就是今天incubate 它将一个idea做成 不用每次靠你自己 扔多少钱下去 二十万一下子就没有了 二百万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要很聪明地做 collaboration 合作 今天每次都靠自己 我们请个什么人 回来develop些什么 太慢了 想一下合作 因为每个人 每个entity 每个界别 对一些东西的要求不同 所以做就了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听到就听 在这个plan上 尽量想想想 如何leverage 你需要去做到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一千间餐厅食肆 加入了我们 加入Green Monday 就是星期一 推出多些素食 就是这么简单 它拿了很多media coverage 那些餐厅 它自己做素食都可以 为什么要加入Green Monday 是因为我们的中立平台 我们的声势 帮它create到是不同的 Green Monday的brand 它黏起来之后 它成为一个很潮的形象 牛蒜窝 卖牛的那间店 都加入Green Monday 它推出了一个素食火鍋 前段有个惊人的事情发生 有六十个和尚 去了牛蒜窝里面吃东西 最坏拍不到照 老板很惊讶 原来它多了生意 大规模的素食者 进军主流餐厅 它多了声势 多了客人 明白的意思吗 我们要给到人家一些东西 先不要想我们需要什么 但是在合作当中 找到互惠互利的事情 这就叫做兼利市场学 我发明一下 我说一下 Collaboration 今天不懂借力打力 你的计划失色很多 你下次都教自己 我们要研发这件事 再把多八万 再研发第二件事 太慢了 我们有这个 Greemondate with 流心油 现在有很多宅男 开始拿起锅铲 今天我们可以 叫流心油做素食的评判 都可以 但是我们就想一下 不要这么简单 这条条条要抬得好 就是怎么样 现在你煮了提供素食的选择 你的食谱好的话 我就邀请你煮一餐给流心油 和他一起吃 是不是比我更高兴 是否比我更高兴 流心油就说 哎呀好吃 立刻都融化了 那些男士 刚才说三些女士 就会更高兴 就是这样 你可以attach 一些不同的人去做 你要有很多计划去做 最后新的capital 投资不只是说钱 你们想着只拿钱回来 是没用的 光房是一个idea 我简单说 今天房屋我不再重复了 有多复杂 有多难的问题 有些业主租屋给我们 我们转租给一些单亲妈妈 尤其一间屋里面有两至三间睡房 我们搬两至三个单亲妈妈 有些很小的小孩 放进去 共用厅 共用厨房 在媒体里你可能听过了 由二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很多媒体遇上了 家庭重新建立一个伦社关系 再不是板间房自己躲在里面 有八成的妇女是有情绪病 接着我们有些angel family 一边探望她们 亦都我们会给一些其他机会 有人打来说 我想让妇女做份工 我们捐持磚 我们有人上去补习 令妇女有动力 光房的光 有些是一个光合作用 我们将她们带来一个很黑暗很潮湿的地方 去了一些有光的地方 光合作用发生最明显就是排放屋 氧气 那些oxygen就是她们开始笑 有些妇女在投诉 我们现在开始肥了 怎么办 因为她们开心了 很快 几个月之间她们动力不同了 真的有脱贫的动力 她们找回更好的工作 她们做义工做到有些ngo选择位 她们想读书做社工 还是帮回自己 这些例子很多 短期的屋 原来帮她们很大 这个是引起很多 现在政府都会关注这件事 是光房 before after 我们要的投资者 除了他们不会收回market rent 他们收少了 那些家庭给多少 我们就给多少 不是一个跟market 市价去做 但是这些业主肯做 我们现在做了八间 最新一间是温哥华 一个中国人 香港人 他看到温哥华版的明报 介绍光放 他单话过来 唱到电话 下个星期我老公会回来 跟你谈 谈完之后 现在签了约 给了一间 本来锁住的屋 versus 放在这里 丢空了的屋 其实香港很多 30万人 有多过一间屋 这些人 其实这些屋 如果有些人是锁住了 在这里 我们现在给了一点租 有人住着有仁气 我们帮他们管好所有的东西 约不需要他签 租不需要他收 每个月 如果收不足租 那些人给不了我们 我们照交租 包租付给他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风险 没有什么特别的责任 那我们改变了一个生态 就是这个光房的项目 你要找一些投资者 给你一些资金 你要让他安心 想一个机制 让他能够 可以很放心做一件事 这些就是第一间光房的家庭 你要scale up 不要只想钱 想想有什么expertise 那个投资者可以来 现在有些投资者 给家人去探望那些家庭 探望当中 你建立了很多 社会上的一些新的气氛 network 也是 这里不详细讲 四个步骤 我们大概经历了 讲了不同案例 希望大家有个体会了解 incubation is a process of embracing small sparkles of passions until the fire could sustain itself 整个过程 不是你做生意要多厉害 不是你怎样会找个partners 是你怎样将刚才最初讲的 问好 这件事 那一团小的火 慢慢grow下去 这是我们看整个 social innovation process的方法 Dave Brunson 是一个写了社记书 写出名的记者 他说 poverty is not a lack of money it is lack of sense of meaning 不要只停留在那个物质的层面 他需要的不是就是钱 他需要一种动力 一种心态 一种自尊自信 去帮到自己 如果你考虑贫穷问题的话 我非常欢迎 但是你也要想三日的一层 如何赋予到那个人 得到一些新的帮助 好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环节 就可以玩一下游戏 进入这个贫穷的事情 很简短 大家拿起一支笔 我们要播一些片 大家看看 但是看片的过程当中 我会很简短 尝试写一下文号 这次 那就体会了很多 对吧 看看文号 你这次写了什么 好吗 observe一下 糟了 谁是第一个 然后呢 一 二 五 一 这个好笑 孔芙荣大作战 今集主角是十岁的Tiffany 和她妈妈 Sissy 爸爸是外资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 Tiffany 生活无忧 每天放学 望着学唱歌 跳舞 弹琴 而每个星期 在美国的老师 会透过互联网 和她补习英文 我认为 能够给多些东西 她可以接触我 未必一定要去到很认真 但起码他接触过 知道 尝试着找 帮他找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小孩 不给他机会 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和他的兴趣 他在哪里 我们在线上的 在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 哇 放假的时候 一家人 还会四围去旅行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 拜拜 节目中 Tiffany 和妈妈 会生活在一个一家三口的 纵援家庭 抱歉 你有没有大肚子吗 没有 哦 在国际校校 读五年班的Driveney 会去到一家 专收基层小朋友的 学校读书 买多少好 我哪知道 你买多少 而从来买米 不支架的Sissy 就要去做 时薪只有27元的兼职清洁 每日有60元生活费 照顾一家几口的三餐 你知不知道 这个穷字怎么写 是贫穷的穷字 到底贫穷 是否真的会一代全一代地 遗传下去呢 你好 好了 我介绍认识一下 这个就是 吴凯萍的妈妈 是的 这个就是吴凯萍 读五年班的 这个读峰 读一年班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叫姜泳林 姜泰 OK 那我们学校呢 掌大角仔 八成以上呢 学生呢 都来自新水堂区的 又有些是新移民 失业 拿中环的 那他住的地方呢 多数都是住了 不够一百尺的套房 这个地方 居住的环境比较狭窄的 那我们会有新童 和我们一起上课的 行不行 那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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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it there 上周的英文堂 老师讲关于十二生肖的故事 There was a race before and the animals were racing Yes Can you say again Can you say again Can you say again Dance and friends Dance and friends 因为他认识很多英文 那我不是很聪明 香港就是英文主要的 所以英文就是好的 以后应该做得多一点 那你从来没买过菜 是 送了Tiffany上学之后 Sissy面对第一个难题 就是要去街市买菜 煮下午就给Tiffany吃 我们要冲来做 用来一会儿 今晚放入滚汤 那东方猪肉 是不是就是明大猪肉呢 是… 鸡手鸭脚 要大块还是小块呢 大四块也不重要 切猪肉也这么烦 我现在很想念我的工人 要多些 要多些 就是多些 鸡肉 这样小 我都怪你妈咪 你妈咪 我买你妈咪 我买了 是妈咪做的 我做了 我拿上去 不要 我妈咪过去学校 然後吃學校午餐 學校的學校午餐是怎樣的? 焦了 焦了 這個 我在這裡焦了 焦了 那些香味和這顆酒就濕了 焗到濕了 這個好吃嗎? 不如下次媽媽煮好嗎? 搞定了女餐午餐 Cissy又要趕著去上班 一份時薪只有二十七元的 兼職清潔工 這麼滑 來, 開工 請你吃煎嗎? 有渣鬼, 怎麼看? 是有水的 還有蟲, 生氣的 誰說要洗… 一輩子要洗這個碗 在課室這邊 這堂是數學堂 Tiffany終於遇到考驗 我帶老師說可以用到家裡的課 好… 天啊, 小餐 天啊, 小餐 糟了 這日放學 海平要留在學校參加課外活動 海平要留在學校參加課外活動 一年的費用八百多元 其他都是學校贊助的 八百多元裡面包含做單門館 如果學校沒有單門館學的話 我也不會學的 因為學校費用便宜一點 如果在外面學的話太貴了 媽媽可能不會被學的 三點半放學,等到六點 差不多所有同學都回家 Tiffany還未等到媽媽來接 媽媽多久沒贏 嘩,瘋瘋瘋 很濃,等我放開 爸爸,你走吧,我餐個燈就行了 三個小時 等媽媽了 好,下班 悶,很悶,超級悶 三個半個小時 等了三個小時 對不起 我們回家吧 我餐個餐廳 我餐個餐廳 我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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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縱緩 希望不要演變到終生的縱緩 不是這麼理想 拿了部分的縱緩 然後解決少許問題 你就出去玩吃 其實有很多根深替固的問題 尤其是當小孩子小的家庭 小孩子的照顧 和學業的照顧 是很重要的 如果因為勉強 去多賺一份工 多一點少的錢 而疏忽了他們 那個損失還要大 吃完晚飯之後 Cissy和Tiffany 立即開始地獄式訓練 樂保數學 應付明天的小賊 不是,我們是要考甚麼 E 我們要考甚麼 面積 面積 代數 多位數 好,拿一本書出來 等我,開工 E 不知道為甚麼是用Division 他抄了 三角形面積要脫2 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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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緊急 經過一天的爐爐, 終於可以有覺好睡 你幫我按摩一下, 我的手很痛 對, 在這裡, 來, 擦一下 兩隻手, 對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拿碗 媽咪, 你要快點 五分钟 快點走回去拿麵包 我想幫他們兩個拿嗎 好 可以幫我兩個, 因為他們兩個 昨天, 校長告訴我 有一次家長也會拿一份早餐來吃 最初我有感覺, 咦? 但是今天… 因為我今早的時間比較貧困 我們是沒有時間吃早餐的 有時候剛才我喝了一口豆漿 我沒有時間喝一口水 那個感覺是… 明白了, 你似身似地 你做到它的位置 就不理你, 就不理你 這麼簡單 我死了 好, 想看它怎麼寫呢? 自己上網看吧 這集很好笑的, 回去看下集吧 好, Insight 問號 不用寫數字給我的 由你的心的感覺開始 究竟哪一件事你看到 對你有觸動 你覺得 感覺如何從那裡開始 最難找的不是數字的問題 最難找的是你的心 給你們三十秒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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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學可以分享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別經常說 大家幫忙說 多放一點 有沒有人… 分享一下好不好 哪位哪位自己舉手 其實家長工作的時間很長 所以他們不可以很妥善地照顧到他們的子女 時間長 照顧不到子女 夠不夠 specific 清楚嗎? 可以的 這是一個角度 他們因為沒有錢 所以要做很長時間的工作 但很多時候的工作都是很低時薪的 就用了他們很多時間 但都是賺到微薄的收入 回到家有沒有精神 有沒有時間照顧小朋友 就一直惡性循環下去 他講了幾個層面 但如果你可能真的想想 你要 specific据住一個位 一個借力位好像攀石 一個位就夠你去做 你的 idea 嘗試不要找太多的据力位 有些可能就說 我們要將一個平台 不能把年輕人知道 另一邊就是老人家 有時會搞得自己很亂 如果真的做社企的話 你真的兩邊都要關過 你未必有這麼多能力做到 有時候簡單可能還是好一點都不定 知道嗎? 好,還有沒有? 他們沒有錢去支援小朋友的補習 和學科學活動 補習、課學活動 可以是,是嗎? 還有呢? 你幫我講一句吧 吃東西 甚至可能早餐 可能未必沒錢是不夠時間 有沒有其他想分享? 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們英文不行 比不上國際學生 他們很怕以後上班的時候 能力就差了人 同一時間國際學生很怕數學 是嗎? 你要這樣看的 你要平等去看 不要覺得我要施餘 他覺得很慘 不用 只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找方法解決 其實英文是其中一個關鍵 英文他落背兩年 他就算數學 中文可能他從內地來 可能比普通學生還好 但他就差了一樣就沒有了 有方法推到這件事 可能就已經幫了他很多 拿回自信 他就可以自己去也不定 是嗎? 有些位置可以想 看到嗎? 貧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著力位 這個就是你的 insight 但你要對那件事有感覺 你才會想得到 這個就是我剛才想說的 passion 看過問號的問題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我未必有時間給你們討論這麼多 不如我做一個即場的比稿 大家一起看 我們投票 我們怎麼想想idea 好嗎? 好了 我們先explore 剛才看了這個片 或者你自己對貧窮 現在開始了 我們一起去想 好嗎? 我帶著大家一起去想 這個計劃出來 剛才不是說過幾個範疇嗎? 我現在要大家 投票告訴我 education 剛才說過 原來他的英文 或者教育上面 他的惡性循環 他不得到這件事幫助的話 他下一代 會繼續貧窮下去 他這一代也算了 可能他自己認命了 我都嫁給他老公 是香港人 我都可以認命 下一代他不想繼續下去 Working poor 原來他低時薪 剛才說 我不夠收入 令到我沒有足夠資源 給他們學習 原來解決就業 錢那樣東西是重要的 可能是 第三 屋 原來好像光訪理論 原來解決屋 support了他很大部分 他才有動力開始想事情 他經常在板間裡 甚麼都想不到 不用跟他說甚麼 又是一個想法 第四 真的不要說那麼多 我看不過眼 是不夠吃的 香港怎麼 好像第三世界一樣 真的很多人在捱公仔麵 每天 你想不到 那些小朋友 你剛才說的 餐餐吃不飽 每天依賴 Fruit Bank 罐頭 很多Family吃 我就覺得看不過眼 我先去解決食物 各個方面都可以 好 現在我們即場投票 這四個範疇 你們每人只可以舉一次 我們最高票數 我們就由那個 著力點開始做 好嗎 好 第一 給5秒 4 3 2 1 做甚麼 還沒有 我叫大家醞釀一下 給5秒 不好意思 好了 誰認為是 第四 食物先的 請舉手 食物 舉手 大概是 你這樣舉高一點 十票 十幾票 第二 是 屋的請舉手 屋的請舉手 舉高一點 好 大概稍微多一點 十四票 左右 是 工作 career 或者 薪金 大概又多了 三十幾個 sorry 再多一會 38 education 教育 好 這兩個都很接近 好 再提一次 只剩兩個 教育 工作 其他那些 不要等候 只剩下沒有了 剩下兩個 最後決定 education 請舉手 好 working poor 舉手 education 稍微多一點 我們給掌聲 education 好的 我們就繼續由 education開始著手 大家一起選擇 是嗎 好 已經選擇了 剛才選擇了 本來assistons自動跳 很厲害的 做slip 這次不行 我們就想辦法了 有什麼辦法可以想 associate 現在就著education 我們是education 我們進入去看看 我們有兩個idea 原來同一個問題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有after school program 放學之後 幫助這群小孩 他媽媽和爸爸還沒有回家 有個空間 或者我們去 縮集那個digital divine 他學不到IT 香港也是死路一條 幫助他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 家裡沒有機器上網 可能有些問題 其實其他idea 我也有 不過我今天不詳細說 我只能夠進入一角 有其他方案 其他idea solutions可以很多 我先大概說 如果說工作 可以microfinance 幫助家庭 想想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助自己做生意 香港當然難一點 要租店 或者可能retrade 那些skills 有些婦女可能在內地 是護士來的 可能有些skills 可以給她 好 說住屋 有些affordable housing 或者是quarter 給路宿者 在quarter 可能給他們一些skills 訓練 也可以 affordable housing 光房類型 又是一種方法 解決房屋 food bank 是解決食物的 大家聽過food bank 食物銀行 也可以教媽媽 用便宜的食物 煮東西 有些ngel run 就是同一樣 10元 我怎麼可以變成有營養的東西 都是一些idea 不同的切入點 你可以想到不同的idea 看回教育 第一個 講到IT方面 along one laptop per child 給小朋友 簡單單單 手腳都可以 不用用電 可以讓他們在板間房裡 都可以用 不用開桌 因為有些人 給電腦用過的 很多在床底 因為他們沒有擺放電腦 那Laptop也比較好 另外 後來學校 其實這是我們HGK的項目 我們就進入學校 用學校放學的課室 我們不用交租給地產商 我找導師進去 請他們進去 由星期一到星期五 年頭到六年尾 給他們一些 全圈的支持 由功課開始 到他們的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到他星期六日 有些其他活動 都希望關顧給他們 好了 看了這兩個idea 我們就 投票了 認為after school program 還是 one laptop per child 給小朋友 好 行不行 這兩個idea 很明白吧 第一 one laptop per child OLPC 請他走 舉高一點 舉高一點 都可以了 不用看別人的 你自己也有信心 是吧 好 認為after school program 舉手 你知道 XGHK做的事情 是很多事情 那我不採訪你們了 其實你們有些想法 其實都可以的 當然因為我自己的project 講得微非息 沒有少許 就會有些bias 這些就是你要做到的 你要convince你的評判 你沒有那麼好的idea 你講得很好 都可以 這些就是你的skills 這些就是你的持續在學 好了 接著我們就做builder 你要關顧 很多時候 我不詳細跟你go through the plan 但是你要講出一些 字面上講不到的東西 你要有些passion 你要講得出來 你對問題的了解 你深入的程度 原來你落個區 你寫在plan上 告訴別人 創新性 不可以坊間run到 其實剛才我沒講到 我們有些特色的東西 但是你要坊間上 跟你compare的東西 你都畫得出 跟它有什麼不同的 你要講到scale 和impact 將來如何發大 出來做 你要表現到 你很ready 有些人說 已經發明了那些device 出來的 或者我已經做過pilot 我試過問過什麼 這些都是表達到你ready 不ready 你們的plan 這些挑戰 特別想你們做的 你現實一點 你不要說 對 就是掩著自己的心 我將來畢業一定會辭職 我不會找ibang做 我會做這個 沒有意思的 是吧 你可以講一些實際上行的方法 是吧 原來這件事 我們某一區 中大附近 我們讀中大 有班學生 都異教的可能 我們take up 這個區 某些窮區的學校 我們先試五間 after school 我們請補習 當補習過去的 但我們找到很穩定的source 即是一年百多次活動 我們找到人過去做的 我們當是請他們做的 另外加一些義工 我們先take up 做了一年 當事完一年之後 這五間可以了 我們再會想想下 下一個規模是否可以再做到 先再做 明白嗎 想一個現實的方法 去將你自己 就算是學生 都做到的方法再做 行不行 不要說到天馬行空 哦 我們現在呢 你給我20萬 我到外面找到2000萬 我就會請個CEO 去幫忙 run the plan 你明白嗎 即是說假 不要說太離譜 可以說假 不可以說太離譜 但你現實 和虛擬當中 找一個平衡 SE challenge 想看多些現實的東西 那你要想個方法 實際上跟評判說 好嗎 resource 我們要選擇了 投票 package 1 現在有個funder走過來 我給你一百萬美金 是一個ex banker 他離開了IBAN 因為做了太多 雙天害你的事 他現在想想 良心發覺 他會給你一百萬美金 去做這個play town 的idea 第二個 他自己也會幫你 他用一個strategy 幫你想法一些東西 第二個 他會給你十萬元出來 但他呢 就有一個social enterprise 的intermediaries 好像svhk那些 很幫到你的 你知道的 可能有些律師 會計師 做marketing人 幫你手 亦都 你可以跟一個fortune 500一間跨國大企業 你任何一間 可以幫你去發展你的社會企業 任你選 第三 沒有錢給的 不過呢 繼續有一個類似的中間機構 一些incubator幫你 跟這個一樣 但是跟著呢 除了有一間 500大的公司 是一個大的企業 支持你之外呢 還有一個 國際的NGO 可能 United Nations 或Unicef 會和你一起去做這個 after school program 還有一個 本地的政府部門 可能教育局 或者民政局 會幫你support做這件事 這個partner 好 你們選哪一個 1 2 還是3 1 10秒 好 準備投票了 選 錢的 我這樣說的不是很好 先選一些 資源比較充足的開始 幫助你的start up capital 然後有些人手上的 網絡不用太多了 先去開始 請他走 這樣說完馬上無人舉 好 兩個位 好 第二個 10萬元 加利公司 加network 請他走 第三個 沒有錢 但有其他support的 請他走 多得這麼重要 好像有些人 好像重覆了 很明顯 重覆了 不用詳細解釋 大家明白了 總之我想說一個message 其實有些可能性 有些可能性 有些是應用第一個 每個plan的基礎 是不同的 這次你沒有詳細研究過 after school 我可以跟你說 after school program 真的錢不用太多 可能你想了 我是用人 主要 partnership 可能比較重要 但有些可能不是 我發明了device的人 可能錢是重要的 我有了研發費用 可能幫了我很多 所以不同plan consider不同的事情 可以嗎 我很簡單地想說給大家聽 一個大概的 grunt through的model 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已經選好了 整個business plan 寫完了 你probably已經 體現過 這四個角色的一些工作 由你最開始看片 去想個問題 到你跟著 去天馬行空發言件事 想個辦法出來 到你真的將它build up 想個business plan 扶著你的passion下去 到最後 你的resource 你選擇什麼人去幫你 除了錢之外 認清這個步驟 除了這次參加 這個challenge 將來 你做任何一個project 你做entrepreneur 你都差不多要想這個process 好嗎 problem solutions 問好 感嘆好 最厲害的 感嘆好是什麼 能夠利用那個弱勢社群 本身有的資源去發揮 黑暗中對話 黑暗中對話 對話為什麼這麼厲害 是因為他將盲人 本來是弱勢的東西 但現在他在裡面做了一個guide 利用他的強勢 在全黑 他比你強 明白嗎 這個twist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要找的東西 由negative 變成positive 貧窮人 可能他們拿中緣 但他們有時間 開始要past positive 就是要看一個問題 他們 是我婆婆推得很辛苦 但是 她有生命力 她還有這個力量 她其實很強 某程度上 這裏不詳細講的plan 大家可以找到 關鍵是 secret recipe 是人 是passion 你是否轉入問題 我們回去沙漠了 記不記得我的衝中點嗎 250公里 其實不是很辛苦 是很感動 當你為了這個plan 走了這麼久 準備了大半年 最後你用了最後一分力 沒有浪費到 我是很累的 因為用盡了最後一分力 有得跑的時候 你盡量跑 我跑了三分之一 沒有想過跑 因為最初 但原來每個人都跑 那就跑吧 完了之後你覺得 哇 真的盡了 我想你跑步你會明白 你看 日本人 她拿著媽媽的照片 我後來看照片才發覺 你想想她每一步 做那個plan 那個計劃 走那件事的時候 她那種感覺是怎樣 每一步她都想著她媽媽 去到終點她很感動 法國人 去到終點求婚 很多女生在旁邊哭 不知為何看著這個情境 很感動 可能她們是單身的 或者可能離婚 就替她 哎呦 這樣也肯定 但我替她那個法國人更慘 如果她說不 怎麼辦呢 又要再跑多次不見 那一刻就麻煩了 她都不想這些 但最後她答應 為了一個目標 你可以去得多盡 Pamela 當然她又完成一次 為個機構 提出很多分 更加多她 inspire了很多人 身邊的人 最後一個回來 日本人 65歲 第一天她不幸運 其實她年輕的時候 打拳繩 很硬 但第一天她扭傷了 她每天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慢慢把250公里走回來 最後一天去到十幾公里 跑了 很多人兩個小時 她用了六個小時 走到中間 她說走不了 她坐在那裡 因為骨磨骨 已經去到很嚴重的地步 打拳繩的人都捱不住 很多跑手看到都不對勁 回到中間 跟著她 拍著手 喊著她的命 一步一步 大家一起走回來 長跑就是這樣 你不用覺得 你旁邊的人是你的對手 大家在想甚麼 想為社會想一件好的事 大家多點分享 多點在途中認識多點朋友 認識這些人 最後她終終點的時候 全部人很感動 哭了 其中一個義工 叫Agnes 我說過了 有些人可能聽過 有些人可能聽過 就是這個 差不多 我忘記了 這個 這個 她是義工而已 香港人 一個女孩 從來沒有跑步 她看到我的情景 她哭了 很感動 她跟我說 夏年我想走過壁沙漠 250公里 就是這個想法 我覺得已經 哇 這個日本人做了一件事 雖然她在最後 包尾回來 但她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 引起了另一個人 我這裏有沒有擺到 沒有擺到 我有把照片找出來 昨天擺了 她送過 一年之後 前兩個月 Agnes完成了 過壁沙漠 比賽 250公里 她從零 跑步 到完成250公里 現在她繼續跑 香港所有大的 Endurance Game 的賽事 她差不多都參加了 她完成了 這個賽事 一個人為何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由這裏開始 你找到你的問號 你有沒有擺到你的心 你有沒有切實執行 你有沒有去練習 你有沒有最終將它走下來 是你的抉擇 我們說很多人 如果他發夢 說發夢好像很老套 但是你用你的passion繼續發夢 你也可以叫做一個change maker 你不用一個社會企業家 最後我想送一套小片 大家很多人都看過 不過作為一個結尾 我很多時候都會放出來 送給大家 人為什麽活著 為了思念 為了活下去 為了活更長 啊 還是為了離開 去情報在這吧 啊 五個台灣人 平均年齡八十一歲 一個重聽 一個得了癌症 三個有心臟病 每一個都有退化性關節炎 六個月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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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十三天 一千一百三十九公里 一千一百三十九公里 從北到南 從黑夜到白天 只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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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文化中有消息 寧可 之寧可 但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有希望 有些人 有很多人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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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給他們賣廣告 拍得這麼好,是不是? 如果他們都在夢想著 你們在做什麼? 《不老騎士》是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真是有一堆八十幾歲的人 是台灣的小學企業 這套《Documentary》是很有名的 你們有興趣去看看 去搜尋一下關於這個事情 今天我就大概是內容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 有一點時間剩下的 如果有問題可以現在問也可以 有沒有問題呢? 請問 有否改裝 有改裝 有在外面走動的地方 但它始終是非法 白牌車的那些 香港任何運輸業你要收錢 一定要有license 或者你要特别牌照各样东西都好 要规管的 白牌车它没有insurance 没有保险的 有些你改装得好就好了 不改装 有些人手抬上去都做生意的 安全性没得保障 香港不应该有这个option出现 那些是白牌车来的 不是合法的 其他问题 我想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什么 哇这些东西很私人 大家可以先走 不用理我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继续跑步 我的社会企业是我的跑步 希望可以多跑多少 有没有其他问题 是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暂时我们有几种形式 他问个business model of play town 就是after school program 好问题 你都要想自己的business plan 第一 能够给到钱的家长 可能是相亲工作 他都在给補习钱 他给回我们 几十元一天 其实很便宜 给不到的 我们有一些一半津贴 有些存费给他们 但我们另一边商 就找一些企业资助这些学校 我们的梦想就是 梦想 每一个企业 adopt一间这些学校 当领养了学校 现在有渣打银行 有Philip Morris 有一些duty free shop 很多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都做CSR 他们就当 adopt了这些学校 他们support了这些费用之余 每年他们有些活动 他们的义工也可以来做 每年有些visit 或者可以看他的business 跟他挂勾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做一个enabler的角色 暂时这样训练 会不会变 可能会变 做生意的一路一路都变 对了 问得很好的问题 其他问题 其实很简单 他为什么会帮我 他的问题是 我第一个问题 都是问他 你有什么需要 大公司有很多需要 当然我们来自商界 我们一班朋友都来自商界 我们多明白 有些我不用问 有些你去见过之前 你已经问过 旁边搜索了 他有很多需要 现在大公司都要做些好事 现在讲CSR 将下一年上市公司 有些叫ESR的report 他要教会 就是社会有什么做事 国际上现在大公司 请人很难 因为那些毕业生 Halvard standard毕业 他们都来问你 问你 你公司对社会有什么好事做过 他会这样问 全世界对这件事 而且很疯狂地要做很多 不要那些Mock check 很大张的 例如刘德华 唱歌的check 或者做完一次 两次义工 就当做了CSR 不行 今天企业很大需要 他们很虚空 同事mobilize 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因为他们对社会有很多需要 Marketing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 他们很少资源 但要卖很多东西 又不够marketing budget 他们要做collaborations 我和很多business training 都是做collaborations 教他们如何做collaborations 找社会性有关的议题 他们拿到很多东西 你看到很多案例 所以他们有很多需要 我从来不会想求他们 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不想我的受众是求我们 社会企业建立一个平等的平台 大家对等关系 我们光房的租客是我们的客 我们好好地serve他 他是我的客 同样地 有房子的人不是恶事 不是大事 我帮你解决的一间空间 不是吉屋的问题 是吧 这才是新的对等关系 才不是有歧视性 不是传统的charity 我来帮你 今次我帮你 我好心 下次我不帮了 我帮第二个 明白吗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的对等关系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 跟大公司讲的东西 问题 不好意思 我会铺讲 你问得越多 我就会讲得越多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就多谢今天大家参加